但是没有最喜欢的 在我心中可能最喜欢的最佳 意味着我不仅要喜欢他所有的作品 更重要的是我得喜欢他这个人 最近一段时间 你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 又为什么喜欢呢 就是草坪的复仇 我是第一次看布劳提根的作品 我以前是听过的 他的那个在美国调 那个是尊语吗 还是什么语的那本书 这本书给我的感觉 可以看这个标签帖 就有的那种像诗歌 有的像是什么日记 看的时候老是会感觉 这个人肯定是喝了一些 就微醺状态下写的 而且也是非常适合 微醺状态下去读 就贼奇妙 他可以特别的那种读舌 也可以特别的幽默 然后也可以写一些 脑洞非常清奇的故事 每一篇在打开之前 我都不知道 我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最近好像没有读 就特别喜欢的书 非要选的话 这本JK罗林的平安守住 虽然说它是一本儿童文学 我现在看就实在是有点太幼稚了 但是呢 它是那种特别奇奇怪怪 又可可爱的书 能够为小朋友们创造一个很完美的世界 而且我真的还蛮期待 它能够改编成动画电影的 如果改编的话 我一定是会再看一遍的 在过去的一周里 我读过最喜欢的一本书 是这本书 RBG 金斯伯格大法官的传记 《意见时刻》 喜欢这本书可能更主要 还是因为喜欢这个人物吧 我觉得它坚定又专业又一种平和的力量 顽强的战斗 我一直以来其实都蛮悲观的 觉得世界就这样了 我除了适应什么也做不了 但是读了这本书 真的在短时间之内带给我很大的力量 就觉得无论如何还是要努力改变吧 而且它真的有一种很严肃的幽默 实质上评论也很棒 我也很喜欢 在阅读一本书的过程里 你会要求自己一定要把这本书读完吗 以前会 因为我有抢风症 我特别享受读完之后 在豆瓣上标记打卡的那个瞬间 甚至于因为这个原因 我坚持地看完了尤利西斯 但是我现在不会了 因为我看完尤利西斯之后 感觉其实很多书也大可不必非得看完 可以期读 我的标准是这样的 如果说一本书 我要在豆瓣上打分的话 那我一定会把它看到最后一个字为止 就像我有的时候看到一部烂片 我真的是烂到爆 但是我为了给他打一个两心 我都要强忍着看完 不然我那个打分就不负责呀 不过如果要是自己 就私底下看的不打分的话 就无所谓了 我看了一部分 却没有看完的书 大概有的 那么厚吧 绝大多数时间试的 除非试那种读了两页 就觉得不是我的类型的书 而且还有一点 之前看他们两个人和乌鸦老师 合作视频的时候 好像谁说读短篇小说集 会从同名小说读起 哪怕那篇不是第一篇 我看到那真的大为震惊 因为我自己的话是绝对不会跳着读的 一定会从第一篇开始读起 然后按顺序读完 这是不是强迫症啊 遇到看不懂的书 你会怎么做 我就没看懂我就放下来 然后但我最近决定拿起来了 震惊危作 然后把它合上 丢 再也不见 我觉得看不懂的书分两种 一种是那种知识储备不够的 比如我去年读极简宇宙史啊 然后今年读色泽浓艳的一些内容啊 这种我可能会认书 就是确实读不懂 没有办法 但是还有一种 就是这本书就不是为了让你轻松读懂的 用的技巧也好 故事安排 对话设计也好 比如意识流的一些作品 这些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这种时候我就会想象自己是一个水母飘在水里 或者一朵云飘在天上 就是它带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觉得这种可以不用把重点放在桶上 在阅读的过程里 一本书你最看重的点是什么呢 我最看重的是情感的那种波动 我特别特别享受在看一本书的时候 无论是因为某一句话还是某一个情节 而让我的心脏抽痛了一下 就是这儿滋了一下 然后血管 就明显感觉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麻了一下 血液凉了一下 我最近一次有这种感觉 第一个是看小说的情节 我看服务里面 因为那里头的人实在生活的太苦了 所以我的这个心脏抽痛了一下 就是难过 然后另外一次 是我最近看这本诗选 也是布劳提根的 我最近超级喜欢布劳提根 它是这么说的 太好了 在清晨醒来 一个人不必在已经不爱的时候 跟谁说 我爱你 当时我在地铁上 我立刻把它拍了一张照片 发给了我的一个海王朋友 说这首诗好适合你哦 排版要舒服 就它的字行间距不要太大 然后那个字也不要太小 不然就根本顾不上内容 都看不下去啊 我说的这个应该不是 莫莫想要的答案 但是 大家应该也觉得 是这样吧 就这个很重要 一般来说 我会比较在乎 氛围的营造 和情感的真挚 比较在乎有趣和不同 最后一个问题了 有没有一本书对你的人生选择 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我确实有很多很喜欢的 但是你说它影响了我的人生 啥的倒也不至于 但是我刚刚脑海里 突然出现了一本书 物理教材 应该说物理教材 影响了我的人生选择 它让我成为了一名物理老师 应该是简爱吧 我是二次出头的时候 完全阅读完这本书的嘛 就因为我也贫穷 爱笑 其貌不扬嘛 所以说就看的时候还挺有代入感的 而且简爱跟我完全不一样 它是那么的不卑不亢 独立又自强 虽然说它独立的原因之一是 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吧 但是在当时的我看来 它确实是一个非常能够给人 鼓舞的女性形象 而且我觉得这种影响人生的书 一定要是找准一个时机 就在当时你需要寻找一种共鸣 你会在别人的故事当中找自己的影子 所以我想我当时如果看的不是这本 是其他的话 应该也会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 所以屏幕前的大家 改变你人生选择的书是哪一本呢 快在弹幕上告诉我们吧 红楼梦让我成为了一个本质上悲观的人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影响了我年轻时候的爱情观 然后最近是稀稀浮的神话 让我改变了看待世界 面对日常中的重复与痛苦的方式 今天这个活动让我想到了中学毕业 大家填同学路的时候 希望程老师这个活动能办下去 希望有更多的up一起来填同学路 希望在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下 B站有一天真的会设立读书区 我们一起加油吧 拜拜 等一下还没有结束啊 谢谢小炮 陶和车车的回答 小炮的回答我印象特别深刻 小炮明明是一本正经的拍完了视频 但是就非常的好笑 而且看的过程我会觉得很放松 这次问卷我本来预设了26个问题 除了6个和读书有关的B答题 其余问题选5到8个回答就行了 结果小炮把26个问题全都回答了一遍 完整版足足有16分钟 甚至都没有准备脚本 它大概就是东北人的天赋吧 我剪辑的时候就在感叹 这16分钟的视频拿出来不剪辑也会很有意思 糖是读书区up里面的 人间小太阳经常鼓励我们 这次的视频他主动参与了很大一部分的剪辑工作 看过他视频的朋友可能知道 他一直生命在家 这次问卷里也有两三个回答和自己的状态有关 我后来单独和他也聊了聊和善良有关的话题 怎么说呢 过于善良真的有时候是一种负担 希望糖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 继续做人间小太阳的同时 可以更爱自己 车车是一个非常真挚的朋友 我看了好几遍他的视频的开头 他很在乎朋友之间的友谊 我没想到他竟然还留着小泡送的牛车糖 我收到大概两三天内就吃完了 其实这个视频策划也是来自车车的一个建议 本来我想做一个双阅读书单 邀请几位读书阿夫主共同参与 从自己的阅读出发 为大家挑选真正值得读的视频 但是操作起来太复杂了 而且有时间可以长期参与 对大家也是一种负担吧 所以我就搁置了起来 后来车车建议我说 可以试试问卷的形式 一下子就打开了我的思路 其实没必要局限在新书推荐 大家的生活 旗帜鲜明的个性 我觉得才是最有意思 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 视频就以这样的形式呈现了出来 所以还是要谢谢车车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内容 不要忘记关注我们 也不要忘记一键三连 点赞 投币 收藏 转发 下一期你想看到哪位读书阿夫主呢 欢迎在弹幕和留言区里告诉我吧 Hello大家好 这里是小炮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新书开箱 三四五月份虽然我没有更新新书开箱的视频 但是我也依然有才认真的买书 大概也有六七十本的样子 然后从这些书里头挑选出一些 我觉得现在我依然还是非常想要立刻去看的来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对哪本书非常感兴趣的话 就在弹幕里扣一提示我 哪本书的一最多 我就把这本书列入到本月的代读书单里头 尽快看完下个月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今天的书的类别呢 也比较多 有文学评论 小说 历史社科 诗集 包括还有一些心理类型的书 种类齐全 一定能有你感兴趣的那一本 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要跟大家讲到的第一本呢 就是这个 如果没有书店 我是在理想国旗舰念423的时候买的 应该是五折 并且它还是一个作者签名本 虽然这个作者其实我并没有很认识 但是它这个内容我还超级感兴趣 它这个书里头列举的呢 都是现在你依然可以去看到的一些书店 它有讲到国内很多 比如说北京 天津 上海 苏州 这些地方的一些书店 作者是以邮寄的形式去写了 自己在这些书店里头的感受 你在看别人邮寄的时候 也会对自己的下一次旅行抱一个期许 这个书里面呢 也有很多照片 就相当于说聊表一下无法出门的慰藉吧 这是它 然后接着下一本呢 也是跟书相关的 叫做听书的声音 日本选书人 福允校的工作 选书人这个职业呢 其实它就是在给各个场合的书架选书 所以它有一个名字叫书架编辑 它后面有讲到说 书店 美术馆 医院 机场 餐厅等场所的选书案例全公开 他们是如何选书的 用什么样的原则 哪些书会被人看的比较多 这些也都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选书人这个职业 听起来真的是很美好的一个职业 然后接下来两本呢 是文学评论类 就是巴黎评论 巴黎评论的一到四我都有入 秉持着这个一家人必须要整整齐齐的原则 所以我出了之后呢 依然也有给入回来 包括是说 今年有新出的巴黎评论女性的这个 女性作家访谈 我相对来说会更感兴趣一些 里面有很多我读过的作家 比如说费兰特 费兰特的我的天才女友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他里面就是把那个女孩之间的那种小心思 真的说得很清晰 就是我觉得女孩之间可能真的很少会有那种很纯粹的 很纯粹的友谊 就是多多少少也包有一些羡慕和嫉妒 然后包括说的那种 就是那种复杂的情绪在里面嘛 然后费兰特在他那个书里写的就非常好 然后包括说里面还有是马格丽特阿特伍德的 对反正有一些作家我是读过的 我就会更感兴趣一些 然后这个书其实远看还蛮好看的 虽然近看的时候 他把这些作家画的真的是丑萌丑萌的 因为刚好有讲到那个女孩之间友谊的小心思 我也跟大家插补一本书 就是这个川段康城的志友 这个是我刚收到的 我还没有来拆他的诉讽 志友其实讲到的也是两个女孩之间的一个友谊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是女孩还是怎么回事 我就对写女性友谊之间的这种故事非常的感兴趣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志友呢 他其实主要讲到的还是就是偏向少男少女的那种文学 如果你喜欢这个类别的话 我觉得川段康城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然后同时呢 川段康城我还入了这个遥远的旅行 遥远的旅行 他有说是三个家庭扯不断的爱恨纠葛 我之前还以为是那个游记呢 因为遥远的旅行嘛 然后大概看到它是一个日本的文学 然后并且后面有讲到说三个家庭扯不断的爱恨纠葛 立刻就来了兴趣 他这个书的风皮也很好看 其实他主要就是有点像偏是日式建筑的那种感觉 能看到吗 哇书的风皮好看 真的就会让人很想买很想拥有啊 想要立刻放在书架上 下一个跟那个文学相关就作者相关的呢 就是他叫做没关系是一板啊 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板星太郎 一板星太郎真的就是人间小太阳 他的想象力真的绝了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应该是我所有的日本作家里头最喜欢的一个了 一板星太郎暗头暗立 他这个上面写的是一板星太郎 三百六十三六五二日 不是三百六十五 三六五二日随笔集 这本书让你的烦恼 不会让你的烦恼消失 但是它能让你看起来可爱一点 我就很喜欢这种看起来可爱一点的作者 读的时候会忍不住露出姨母笑的感觉 因为一板星太郎呢我也入了这一本 就透明色北极熊 说一个小小的冷知识 你们知道北极熊的那个毛其实是透明的吗 其实不能叫透明 那种偏淡黄色的那个感觉 因为我以前有上课给学生讲一个自如招生的考题 它那个题大概的意思就是 有一只熊走着走着 它掉到一个洞里 然后你通过计算它的下落时间和高度 能推算出它当地的重力加速度 然后那个重力加速度的数值呢 只有在北极和南极才有 所以它那个问题很奇妙 问你说掉下洞里的这只熊是什么颜色的 因为你那个树嘛 只能北极南极渠道 所以它是白色的 后来我也是有学生跟我说 老师其实不是的 北极熊的毛是透明的 我听完之后很震惊 然后我有认真的去查 还真是 然后回来 透明色北极熊呢 它是一个恋爱故事集 请听好啊 它这个里头呢 有一篇是一板星太郎写的 剩下几个作者我不是特别的认识 但是作为一个恋爱故事集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看这个类别故事的话 它应该也不会难看到哪去 毕竟恋爱那个写的有多难看 我有点想象不出来 这是这一本 下面呢 还是一个作者和他的作品 就是马尔克斯 他这个书叫 马尔克斯与他的百年孤独 这好像是一个系列书 因为里面还有一个叫做 对决人生解读海明威 当然我对海明威的这个感情吧 它比较复杂 就是我虽然很喜欢他的老人于海 但是海明威这个做人的人品嘛 还是让我有点接受不了 你们在看一个作者作品的时候 会因为作者人品不好 而对这个作品产生一定的抵触吗 我是会的 然后当然马尔克斯呢 这个我就很感兴趣了 百年孤独我是有读过两次 第一次没有读完 第二次有读完 第二次读完之后 虽然没有完整的读懂 但我真的还蛮喜欢的 所以百年孤独我是希望重读的 会搭配这个一起开 4423呢 也有趁机入了这一套 百年孤独的精装版 真的是想买超级超级久了 但是它确实有点贵 这本书是128 然后而且它上架这么长时间以来 也不参加任何的五折呀 或者什么活动 就是然后这次应该差不多是80多吧 反正参加了淘宝的一个什么卷 这个书里面真的非常的精美 然后书整体开本也很大 字体也相对来说散一些 也就没有那么密集 看起来会舒服很多 它这个页上能看到没 上面有很多手工抠出来的 小雨滴的这种印记 然后我当时有跟那个编辑老师聊 他说这本书 它上面的这个水滴 是那个印刷厂的工人 手工印出来的 那段时间为了赶工 连印刷厂的司机都留在厂里 印这个小雨滴的形状 我就觉得哇 然后这本书整体的这个装针设计 包括说里面还有带一些 这样的透明的纸 你应该是印在这个书上 透过这个透明的纸来读 对于一些特殊的情景 读起来的时候 感觉还是蛮奇妙的 百年孤独 我觉得如果你是入门级别的读者 还是不太推荐的 我后面也会推荐 入门级别读者适合看的书 但如果你已经读了一段时间书的话 真的值得一看 你耐着性子看下去 哪怕不能完全看懂 但那种就是彩色 看完之后会有一种很奇妙的 很奇幻的感觉 很推荐给你们 然后同样作为拉美文学呢 今年真的是血洗B站的一套书 就是这个 罗尔夫三部曲 罗尔夫三部曲呢 我应该也不用再怎么介绍了 我最近应该会想要看这个 燃烧的原野 其实有一说一 有一点冲动 因为我还不太了解他们是什么 讲什么的 反正就是听到大家都说很好 然后再加上之前 因为马尔克斯对拉美文学的印象很不错 就入回来了 有一点小小的冲动 还是要保持冷静的 然后接着给大家推荐一个 就刚刚我不说嘛 百年孤独不太适合入门级选手来读 然后但是入门级选手适合读什么呢 安夜与黎明 我之前在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年过年在家看了巨人的陨落 巨人的陨落当时我看到是电子版 但真的非常好看 就是看到停不下来 当时就家里来客人了 我还沉浸在那个书里一直在读 被我爸一顿爆骂 所以让我印象很是深刻 安夜与黎明呢 是这个作者新出的一本书 其实它具体的内容我不太清楚 但是看完这几个小伙伴 我问了他们的评价 他们都说非常易读 读到停不下来 所以总而言之 我前面看到那套巨人的陨落 包括说它 应该都是比较适合入门级读者来读的 一个类型的书 然后接着呢 依然是读库的 这个是编辑老师送给我的 上面还有我的名字 你们能看到吗 这里有写着 王小炮要好好读书 敬起 开心 然后大山成一郎的字母表明啊 大山成一郎 我觉得他的感情真的有点 怎么说呢 因为这本书上面有写我的名字 所以我就很想去读 但是上一次我看他的轨迹博物馆 虽然很多人都说很好看 但我就觉得 也不说很难看吧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一般吧 然后所以接着次呢 我就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 来好好看一下这个字母表明啊 作为一个侦探小说 刚好这个月还没有读侦探 希望可以尽量的读 如果你们对这本感兴趣 不要忘记扣一哦 我最近讲了这么多 最想看的第一本是这个 然后接着下面这个呢 也是一个侦探小说 哎 冬野龟吾 希望之线 希望之线 其实作为冬野龟吾来说 他的书的内容已经不是非常重要了 他主要就是这个名字 我对冬野龟吾真的是又爱又恨 他那个我们来刚好啊 发起一波讨论 你们读过的冬野龟吾最好看的一本书是什么 我必须投白夜行一票 我也是在家一口气读完了 真的就是好看到让我觉得 就是自此以后打开了我看侦探小说和冬野龟吾 日本文学的这个大门 然后呢 你们读过冬野龟吾写的最烂的一部作品是什么呢 我看过一本叫做悲剧人 哦 我真的是非常难看 冬野龟吾这是每次看之前内心都无比复杂 不知道这一本到底是神作还是蕾作 希望这一本应该是神作吧 然后接着下面呢 还是那个套状书 套状书我刚刚没有讲完 这个 托卡尔丘克 托卡尔丘克也是去年血洗鼻战的一个名字吧 就是我感觉我好像每次都跟不上套 就别人都那个血洗完了 然后我才开始那个入手 然后想要开始读 然后托卡尔丘克应该我会从最薄的这本衣柜 然后这个是迷古之壤和怪诞故事集 其实怪诞故事集相对来说我会比较感兴趣 但衣柜又比较薄 所以我也没有想好作为哪一本作为我读它的第一本 到时候看着再说吧 怪诞故事集里面它有说是十个怪诞 疯狂恐怖和幽默的故事集 就是短篇小说集 你们喜欢看短篇小说集吗 我以前特别不喜欢 但最近我就越来越喜欢看短篇小说集了 就是一篇一篇看 一天看一点点 就是看完的那个瞬间会有一种 很强烈的舒适感 然后接着下面的这两本呢 也是一个作者写的 就是唐颖 隔离带和 有有有有 和你一起读卡佛的日子 卡佛其实我还蛮想看的 因为我之前就是对它那个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 我们在谈论什么 这个一口气都读不下来的书名啊 然后我就对那本书很感兴趣 但是就一直没读 感兴趣的书实在太多了 就觉得看书的时间和看书的速度 远远跟不上种草的速度 然后这个呢 我就幻想吧 自己有一天能够把它和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 我们在谈论什么一起拿出来读 这样就可以 有一个对照 但是这本书其实本身来说 不是写那个卡佛的 就是不是说一个卡佛的文学评论集 它是一个小说 但是我估计应该是 就是风格会有点类似 所以我想拿到一起 卡佛的风格 我之前听博客 大概的感觉应该就是 话只说一半 留半句让你自己想的那种感觉 接着呢 就是跟大家讲一些 就是中国的小说 国内的小说 国内的小说 跟大家讲的第一本呢 叫做这个 叫蒙着眼睛的旅行者 你们有没有 我估计大家应该都看过 B站的那个 但是还有书籍的纪录片 里面不就是有提到 后浪的那个编辑朱月吗 然后当时呢 在逛书店的时候呢 看到朱月这两个字 我一开始想到 就是那个朱月吗 再加上我看到后浪的logo 我就拿出来看了一眼后面 这个书是没有腰风的 但他后面有写着说 不知何时起 很多书的风底 都会写上一段或几段 莫名其妙的话 这是为了宣传的目的吗 就是有点小讽刺的感觉 但他后面又有说到 一个选书的原则 他说选书的步骤是 步骤很简单 你去到一家书店 让自己安静下来 在书架前 闭上眼睛转三圈 接着随手抽出一本书 翻到背面 看到那上面写着什么 然后尽力散发思维 领悟其中的深意 我当时就是被这段话所打动 然后我在那个书店 买下来这本书 本来是想回来的路上看的 但是回来的路上 在读那个 卡拉玛佐夫兄弟没读完 就一直没来得及整 希望能够抓紧看吧 这话我感觉说了好多遍了呀 接着下一本呢 是山居杂役 山居杂役呢 是小韩去年的一个年度推荐 我还蛮喜欢看大家年度推荐的 就是你看了一整年 你推荐的书 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他这里头说到的是 一个大家闺秀的百年家族记忆 首先大家闺秀 感兴趣 百年家族记忆 更感兴趣了 这个故事肯定是那种 跌宕起伏 什么在历史洪流下 被裹挟着 什么往前不停情境的那颗感觉吧 然后当然这都是我推测的 然后但这本书 比我想象的要厚很多 变案里面呢 还会有一些这种老照片 就感觉蛮珍贵的一个 留存记忆 然后接着下面这个国传作家呢 是六里庄一案 六里庄一案呢 他其实写到的是小故事集 好像有六十多一篇嘛 好像就是他这个里面 就是一个故事就几页 你们去年有没有看那本 大火的夜晚的潜水艇 今天我又有读一本风格很相似的 叫做四十歌 也是那种很明显的 就是我们中国作者 有很古典文风的那种故事集的感觉 这个其实也是那个类型 那两本书就是怪 不是怪蛋的 什么怪蛋呢 夜晚的潜水艇和四十歌 都是我比较感兴趣 我看完之后我也比较喜欢的 所以这本六里庄一案呢 趁着四二三有活动 我就给他入回来了 然后接下来两本呢 是这个 《泉》 这个《泉》是春山 就之前也是蛮火的一本书 《春山》的那个作者 但这个讲的是武林刷生的故事 就感觉应该会更血气方刚一点 之前那个不是文人的故事吗 然后下面这个 《送你一朵小红花》 《送你一朵小红花》 但他这个书叫做的是 《山花对海树》 这个书的风皮好好看 就很可爱 《送你一朵小红花》 去年我还是没有看的 因为当时那段时间 我心情不太好 就不想去看 那么悲伤的一个故事吧 然后最近 说到这里的话 最近心情还可以 可以拿出来一看了 应该还是比较推荐的吧 然后毕竟《一样千玺》的演技 还是了得的 然后他这个呢 里头就收录的 《送你一朵小红花》的 那个短片小说 并且还有一些其他的书 不是其他的书 其他的短片小说 反正也是一个短片小说集 这是中国的作家的 然后中国作家 还有一本这个 是我在《多抓鱼》上才抓到的 《2019女性文学》 中国女性文学选 它也是女性作家的一个 短片小说集 然后里头全是女作家 写的一些故事 各个方向都有吧 有关于爱的 关于秘密的 关于远方的 我是之前听于北老师的 那个播客 他在有期播客上 有讲到说 他在看这本书 我就去《多抓鱼》上抓了一下 然后《女性文学》 再跟大家讲一个这个吧 给贤男哥的信 给贤男哥的信 这个是去年 应该是前年 特别好火的一个 韩国文学 就是82年生的金志盈 就是女性题材嘛 都很感兴趣 然后最后一本 还有一个小说 就是这个日本的作家 日本作家 狮子之家的点心日 他就是之前 山茶花文具店的 那个作者写的 山茶花文具店 闪闪 闪闪发光的日子吗 还有个啥来着 反正好多本 都是他写的 其实我都有收 因为他属于治愈系的嘛 读起来会比较轻松 我就喜欢读起来比较轻松 一读好看 一下就能那个看进去的故事 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些书呢 就是非小说类 然后有心理类 电影类 诗歌类和社科类 然后我们开始吧 首先第一本呢 是内向游戏 这本书最近还蛮火的 因为它设计比较有特点 它这个书打开之后呢 里面是一篇小图画 底下配几行文字 然后这个图画最好的点 就在于拿手机扫完之后 它是可以动起来的 就是有一种 反正书籍的科技 在进步的感觉吧 所以未表书籍进步的 一个支持嘛 所以收入来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我应该会计快地看嘛 因为这书超级小的 因为这个呢 内向游戏 它本身就是属于 情感类的一个漫画 我最近也有收一些 跟心理相关的书 首先是去年比较火的 这个蛤蟆医先生 去看心理医生 这个就是讲到 这个人去看心理医生的 整个一个全情的记录 虽然我倒不是说 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现在接触到的 这个群体就小孩子嘛 我觉得就高中生的心理 现在有问题的概率 越来越高 所以我也蛮想去了解一下的 包括说 最近也有收这个 叫如何停止不开心 听起来我最近收的书 怎么那么治愈呢 蛤蟆 怎么看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问如何能够停止不开心 然后心理医生跟他说 你要进行一个科学的休息 你要学会自学 然后成为一个会学习的人 那这样你就会停止不开心 挺顺的 然后这些呢 其实都是跟成长类相关的一个书吧 我把他们归结为成长类 就是读完之后 可能是有一些用处的那种书 而不是单独看一个小说 看完之后的那种快乐 快乐也是有用处的 反正那个意思吧 下面的社科类的书呢 首先跟大家推荐是这个 也不能叫推荐吧 因为这个书话题很成正 我叫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 然后另外这个是统川跟踪狂杀人事件 你们有没有感觉他们两个的风皮设计有一点像像 然后这个是例子去年推荐的一个年度书籍 然后当时出的时候也蛮火的嘛 因为大屠杀本身就是绕不开的一段历史 无论你是被承认的还是没被承认的 造成的伤害就已经这样了 没有办法 然后所以去回顾一下历史嘛 就觉得虽然很沉重吧 但也很值得一读 然后这个统川跟踪狂杀人事件 大家都说比较一读吧 读起来就像一个侦探小说 其实也是关于到一个女性 然后求助 然后但是因为当地的这种 没有及时响应的这个问题嘛 所以造成最后的悲剧 这本书是该事件的一个全记录 其实对于这个类型的书 社会热点嘛 你能够做到一个真实的记录 这那也就蛮不容易的 这是这一本 然后这本大家也都说非常好读 非常好看 然后接着下面这个呢 就是它叫夏沉年代 哇这本书比我想象的大好多呀 我最近听了好多博客 都是讲这个夏沉年代的 文化有限也有聊 然后前面看到那个 是不是忽左忽右啊 他也有在聊 我听完之后就对这本书 非常感兴趣 因为其实之前有好长一段时间 我本身其实不是特别 关注这个世界的热点 我属于那种 只要我自己活得好 然后这个世界发生了啥 别关系到我 我就不会特别去关注吧 就虽然有点自私 但我确实是这么个人 然后但我对象他就是那种 就是不停的关注 也会发一些各种各样的链接 来给我看 然后当时有段时间 他跟我讨论美国的时候 我就很好奇 就是他们那个总统吧 都那样了 他是怎么当上总统的呢 然后但是我当时听 文化有限的时候 超哥就有说 他说他看完这本书之后呢 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特朗普会被选为总统 然后我听完那个话题之后呢 就被这本书很感兴趣 想来找来一读 它是从人物的角度出发 然后介绍了几个人物 在这个时代里生活的变化 不是那种单纯的一个 社会员纪录 比较枯燥那种 所以这么来看的话 还是OK的 然后就是这个 然后接下来圣萨的这个 还有这个 我比较想看 这个你看 这个是魏独家的一个里程碑系列 它还是一大系列的 但是我只入了一本 就是像先试试水 它这本叫做英国皇家学会 因为我上课的时候 会经常讲到那个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些点 它里面出现了很多 就是大家上学的时候 痛恨的人 牛顿啦 胡克啊 就是这些人 包括波伊尔啊 然后达尔文啊 霍金 如果没有他们 我估计大家可能不会把高中目里 学的那么痛苦吧 然后所以我也蛮想看一下 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些具体的事情 上课的时候可以拓展拓展嘛 然后这样知识就学的更有趣一些 然后接着下面这本呢 也是未读的 叫把世界装进火柴盒 包装设计非常的可爱 这本我完全是因为包装设计入的 然后就是你这样抽开 真的很像一个火柴盒的设计 它讲的是关于一个微观 就是微缩景观的一个故事 我经常会在微博上看到有一些照片 他比如说他会把几本书堆在那里 旁边放几个小人了 就好像那个书是一座山 小人在旁边就耕作的那种感觉 我就还蛮喜欢那种照片的 它其实那个里就有点 跟微缩有点相关 但这个里面其实讲的应该会更多 他说从棋盘游戏 玩具屋到微缩景观 探究人类对微缩热爱与渴望 然后接着下面这个呢 是之前有给大家抽奖过的日日物事 这个是编辑送给我的 日日物事它其实就是那个 作者叶依兰 它的一个用物学 我也有在今年尝试 就是断舍离和极简 虽然我在买书这件事情上 没有做到 但是在其他方向上 还是有小小的成就 就是我大概已经 很久很久很久 没有买新的口红了 之前有段时间就很痴迷 然后它这个里面也有讲到说 那个就是你认真对好每一个物品 我之前有看那个日剧叫空无一物的家 那个女主角就是对生活里的每一个用品 都一定是你能够用上的 你不轻易使用的那种什么 日后会用到的这些东西 它通通都不留 然后我看完那个之后 对我影响还蛮大的 对 然后在看那个剧之前 我还喜欢买杯子 现在我几乎也不买杯子了 除非是就是用得上 必须得整的那种 然后这个呢 其实应该也跟之前我看的 松本明太郎 那个365日有点像 就是介绍一下自己的用品 然后从这个用品里头感受到 这个作者认真生活的那种状态吧 读的时候应该会心会很静的感觉吧 然后接着下面呢 是这个罗马传 罗马传其实本来呢 我是不感兴趣的 但是因为上一次呢 我是在那个书店 然后它那个罗马传是开封的 我就有打开看了两眼 它最开始讲的那第一章呢 就让我觉得很易读 一下子就读进去了 当时我有一段时间 正在经受企鹅欧洲史的折磨 所以我对罗马本来就很恐怖 当然它这个作者写的有一说一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就反正至少我读的时候读懂了吧 并且还一直想往下读 这个就是历史写的好的证明啊 记得第一章讲的就是那个 古罗马广场 然后写的还蛮好的 然后我就把它入了 这个也是算我考察过才买回来的书 买书买的很冷静 很不错 然后接下来剩两本诗集 一本是这个叫 属星星的夜是引冬柱的诗 这个是编写老师送给我的 他说这本书的出版特别不容易 虽然我不怎么看诗 当然他也强力建议我说 你读一读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不推荐也没关系 但我身边好多人看完之后 都觉得很不错 最近还蛮多人在读的嘛 直到死亡那一刻 让我仰望天空 心中没有丝毫愧疚 这么看来他写的诗应该还是蛮易读的那种 不至于就是完全读不懂 我之前读那个万物静默如迷 不是不好看 而是我读的时候很费劲 就是有偶尔有那么几句话蛮打动我的 剩下的时候我就觉得读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所以就很长时间不读诗了 然后下面这一套呢 哇这一套虽然也是诗 但我真的非常期待 叫张早诗文集 我很久以前呢 有在先锋树殿买过一个包 它上面就写着说 每当我想起医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山头 那个诗我当时看完我好喜欢 我就买了那个帆布包 我背了非常非常久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它是张早的一句诗 所以我就对张早非常感兴趣 然后这次呢 终于出了这个张早诗文集 它里面除了诗文集之外呢 还有一些什么讲稿随笔 应该是对它来说相对比较全面的一个介绍 我有点抖不出来了 那我就不抖给你们看了吧 如果你们对张早这个诗人感兴趣的话 可以考虑入一套 最后呢 要为大家推荐的一本重磅书 哇 这本书我终于也拥有了 就是它叫做 这第一个怎么念 电影海报艺术典藏 不管了就这么念 这是后浪电影学院的一本书 我是看了栗子视频中草之后 就一直想买 它里面呢 就是这种电影海报 而且它特别的贴心 它在这个书的最后最后 有写出一个小目录 就是每一页的海报是哪一个电影 它都有给你写出来 这个是我在小木屋换购的 因为我之前参加小木屋的那个活动 反正是299还399没返出来 它就返成那个买书的钱了 我就在它上面发现有 就立刻买回来了 这个我之前看中了好久就不舍得买 因为它398的定价 参加活动的话应该也要两三百 但是拿到手里之后觉得确实挺值得 用纸超级好 非常沉 并且真的 如果你是电影迷的话 真的很推荐来入 然后这是 哎呦这书太沉了累死我了 然后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了 虽然好久不做新书开箱 然后但是一做就做这么大的一个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喜欢呢 你有哪些你喜欢的书 欢迎在弹幕和评论里和我互动哦 然后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哈喽 中文一块 我是乌鸦 这周呢大概率不会哄骗大家读书了 你们点进来的时候应该发现了 我们这周要做的是一个得罪人的主题 不知道为什么就赶上了423的这一周 就这周看到全读书去 大家都在忙着给大家种草 只有我一个人在发这种吐槽 不过事已至此乌鸦嘴也闭不上了 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 那些害得我忽略了书的那种 其实有多好的丑风皮大伤 简称害皮大伤 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害皮 不好意思我真的 压抑不了自己说冷笑话的人 好来第一点也要水 先来点个赞 让我们马上开始吧 话说我那天发了那个 症结的动态之后啊 很快我的手机就收到了 读客老师发来的私信 我当时心头一紧 然后赶紧想打出 都是他们说的跟我没有关系 字还没有打完就发现 其实他是来投稿的 微信截图好像有点小啊 大家是不是没有看清 那么大图在这里 所以啊那些日常在评论里面 嫌弃读客封面 现在有多丑的朋友们 你们对比一下他们之前的封面 知道他们现在有多努力了吧 事实上虽然在我们普遍的认知里面 丑风面必选读客 但是在我的真稿过程中 我发现其实我说到最多的 大家心目中真的耽误了内容的丑风面 其实是三体 来举个手让我看看多少朋友跟我一样 当时是因为这个三体的封面 实在是买不下手 于是三体我们都读的是电子版的呢 不过大概审美的东西 真的是重口难调 以至于很多朋友发过来的 所谓丑风面啊 在我看来真的还好 下面大家也来一起看一下 如果你也觉得很丑的话 就在屏幕上扣一 如果觉得还可以接受的话 就扣个二啊 发来的朋友说呢 当时他差一点错过这本书 是因为他的封面看上去 太像一个鸡汤类的书籍了 我倒觉得不是特别像鸡汤类的书籍 反而有点像三体的淘汰下来的封面改的那种 这位朋友是说 这本书的内容还是挺有趣的 也跟大家尽可能的整理了 费米悖论的各种解释吧 非常推荐给那些想知道 到底有没有外星人 以及我们的世界外面是什么的这些朋友 科幻类的投稿 还有这本发条女孩 一看就是熊猫家的作品 对不对 投稿的朋友呢 是说他的内容跟封面差异非常的大 因为我没有读过这本书嘛 现在看上去呢 只觉得封面是非常的赛博朋克风 也没怎么听过这本书 好看吗 有看过的朋友吗 宇宙的答案云知道 投稿的朋友是说 这是一本非常优秀的官云类的科普书 我本来想说是科普的话 封面长成这样也可以接受嘛 虽然不知道那个淘心状的云是个什么鬼 但是对比了一下这个作者的另外一本书 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版本啊 还挺出名的那本云彩收集者手册 就觉得 没有对比还是没有伤害 有朋友投稿作者出版社 07年版本的路遥作品集 他说因为封面上这个穿旗袍的女人呢 他一度以为路遥是个女作家 他说自己也怀疑过 这也许只是一个插图 不一定是作者本人 但是问题是这一系列的其他书的封面啊 作者都是拥有自己的照片的 我真正看了一下他发的图片啊 觉得王小波的那张 应该也不是他本人的照片吧 不过比起这些我更在意的是 可爱桃也可以啊 这到底是套什么书啊 同样是国内作家的 还有朋友发来了 于华的一本处女作 其实还挺复古版画风格的 其实孤陋寡文的 我确实没有听过于华这本处女作 不知道你听过吗 还有朋友发过来 石铁生的这本书的封面 说受不了这个荧光绿 我看了一下 应该跟我这本阿诚 是同一个版本的吧 只是 这个应该叫什么蓝啊 其实 孔雀 什么蓝 粉蓝 也不是 总之他那本书 确实告诉我们一个血淋淋的现实 就是荧光绿 确实比较显黑 还有朋友投稿 《十黑一熊的长日将近》 我个人觉得其实可以接受啊 虽然确实不会因为封面 产生买他的欲望 还有小小小小的火 这也不算丑吧 也不能因为他是熊猫家的就 对吧 而且这个牌版 确实会让我想起同作者的 另外一本书 就是那本《无声告白》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啊 那本书我记得挺好看的 我真的看好多读客的书啊 还有朋友说 差点因为封面就错过 博尔赫斯的那本 《小镜分叉的花园》 他的那本的封面是这样子的 我想跟这位朋友说 你真的知足吧 我这本才长的是一副 绝对会被错过的样子好吗 你说它是 电工理论基础 我也信啊 以上就是网友们发给我的投稿了 不知道有没有大家觉得特别丑的呢 我觉得还好啊 下面呢 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读书up们的选择 这次呢 我跟我很多认识的up 都发去了邀请 但是大家纷纷表示呢 如果说的封面丑的话 他们大概率也不会买 买了的话也大概率不会留着 可能是不想得罪人 不过还是有好几位up 万般无奈之下 强行被我拖下水 他们发来的视频 我下载下来还没有看 就等着跟大家现在一起欣赏 先看谁的呢 嗨大家好 我是耳丁 这次刘比亚发起了这个丑封面吐槽活动 我要提名的是这个 尼尔盖曼的《易碎品》 这本书收录的是 他的一些短篇小说 作者的脑洞真的非常大 里面有的是比较恐怖的 有的是比较神秘的 其中好些故事 还都是一些获奖作品 所以从内容来说 其实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看他这个封面 首先就是一个绿色的蛋 里面有双眼睛 就有点像那种网游 或者比较劣质的那种动画片里面 会出现的恐龙蛋 可能不算是那种丑到令人发指 但是不是那种我在书店看到会买的书 这本书不是我买的是编辑老师寄过来的 对不起编辑老师 大家有没有觉得耳钉 然后拿着一个封面上是一颗蛋的 还挺好笑的 只要是尼尔盖曼的书 无论是什么书 我其实都会考虑买 最近我刚读了还有一本短篇小说集 就这本如果你喜欢比较歌特 然后比较科苏鲁 比较诡异怪异的那种故事的话 这本书还不错 我都是睡前在读也不过 怪不得那段时间经常做怪梦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图画书 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这里是野生编辑贵阿姨 我堂堂一个高规格眼狗天秤佐 家里真的没有封面很丑的书 但是恍天不复苦心人 最后终于让我找到了一本 三二一脏脏 大家别看这本书丑啊 这本书其实是大有来头的 他的作者呢白希娜是韩国首区一纸的图画书作家 封面非常丑啊 但是翻开了之后呢 你会全程叠嘴笑 它是一个运用了泥塑工艺的拍摄手段的图画书 就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去澡堂里泡澡 答应这个孩子啊 如果你乖乖听话 我就给你买一瓶小酸奶 在洗澡的过程中呢 他就遇到了我们这本图画书的主人公啊 就是这位老仙女啊 很丑很丑 两个人认识了之后呢 这个奶奶啊 就陪着这个小朋友各种玩耍啊 非常的高兴 让小朋友觉得很开心 他就跟小朋友说啊 那个里边的那个东西好像很好吃的样子啊 其实说的就是那个小酸奶 简单来说呢 这就是一个老人和孩子之间互相传递了爱意的故事 孩子对待老人和我们成年人对待老人的这种反差 让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是有介绍给大家的必要的 其实我觉得这本也还好 就是老千女那个封面 跟我原来用过的一个微信头像 好像啊 而且小酸奶 大家好 我是不只有书籍频道的沉默 之前在乌鸦的频道里露过脸 就是那个戴假发的编辑 乌鸦的这次话题啊 又让我想起被独克熊猫支配的恐惧 我在前一家公司工作的时候啊 独克的文案在业内太有名了 我们总是要集体学习 为了鼓励我啊 领导就把他的独克熊猫玩偶借给我放在工位上 对就是这个熊猫 开启了我模仿文案被熊猫玩偶支配的恐惧时光 到最后啊 我写的文案太像独克了 前同事都不敢用 那我觉得就没办法了 精髓我学到了 用不用是你们的事情 因为这个独克熊猫啊 我到现在都很怕见到一切和黑白格子有关的东西 比如万死的那双鞋 就是我披在屏幕上的这个 你们在街上看到有人穿这双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独克家的封面 没有啊 就是不合格的B站读书区用户 面壁撕过三分钟好不好啊 当然你们也别说我跑题了 我一直都在铺垫 只为了拿出这张我增藏了一年半的独克封面 韩信传 封面上的文啊 我是不好意思读出来了 这个艰巨的任务啊 就交给在看视频的你们了 毕之飞的这首竹门演艺圈 大家请坐吧 怎么唱来着 好了我叫陈墨 你怎么了 我一起读书吧 默默 你发丑封面吐槽 你为什么开始抱怨工作了呢 出版业不好待啊朋友们 看编辑们的怨气多大 嘿 我是桃友黑眼圈 接到了这么有意思的一个选题啊 我就在我们家这个书架 来来回回翻找 终于找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那就是 登登登 它是一本叫做蚂蚁的眼泪的书 对 这绝对是我会觉得丑的那种封面 一个蚂蚁底下是一个人的腿 是什么玩意儿 还有这个颜色 咱们先不提这个封面 这个故事还是蛮有意思的 他讲了一个美国的著名的电视主持人 然后呢 他有一天出轨了 然后他死了 醒来之后 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蚂蚁 没错 如果你生前干了一些坏事的话呢 在死后 你就会变成一些比较低等的生物 比如说希特勒那种呢 就直接去肠道里面当肠道细菌了 那么为了他能够变成人类 重新找回自己幸福的家庭呢 他就不断的去做好事 去累积好的法马 积德行善 一点一点让自己变成更加高等的生物 依次变成了天竹鼠 母牛 还有和人类非常接近的狗狗 最后终于变成了一个人类 重新获得了美好的人生 这个故事虽然有一点狗血啊 有一点烂俗 但是呢 他其实整体阅读过程是很轻松 很幽默 很有趣的 所以呢 我会把它推荐给那些 我不太爱看书的朋友们 就让他们知道原来 诶 看书也可以很有趣 听了这个内容啊 我也不觉得完全是 被这个书的封面耽误的内容 就感觉 非常的 不满大家说 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变形记的时候 就是卡夫卡的变形记啊 不是 湖南卫视的变形记 第一次看变形记的时候 第一次读到它变成了甲虫什么之类的 就没有再读下去 真的觉得太恶心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炮 我在V站的ID呢 叫王小炮要好好读书 然后今天呢 要做的这个是 嗨皮封面大赏 然后我就邀请了我的男朋友 然后让他来选一下 以他直男的标准来判断一下 这个我选出来的书 到底是不是丑 王小炮同学 让你发个丑的封面给我 莫名其妙发把狗粮过来是怎么回事啊 现在人呢 真的 记着看 其实我估计大家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 就会觉得 读课的书会占据半壁江山 但其实就是读课家的比较经典的 那个三个圈 我个人还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然后我选了几个我觉得比较丑的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狼图腾 这个丑吧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呀 就是有那种狼的那种 一个报纸 你那么多话 但这个书我在豆瓣上看了一下 它的豆瓣评论 差不多应该有8点2分 还8点3分 然后有20多万人读过 所以质量其实应该相对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这本书在我眼里 就属于被封面耽误了的一本书 然后我最近呢 新发现的一种 我觉得封面也算是比较丑 但是它本身呢 内涵特别好的书 就是我手上的这个练册 这个我觉得不丑啊 就是充满了知识的气息 我觉得也是大家一些回忆吧 你是个抱枕 在说什么 我上学的时候 我们就是成套成套买的 来做这个五三 五三当年我觉得 在练册里头 已经算比较好看的了 但现在作为一个书的封面来说 只能说重点非常突出 但挺丑的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觉得也算比较丑的 就是这个要一年好题 我教物理嘛 然后我对方以前教化学 他也买过 这颜色还挺好的 这是这三本里面 最好看的一本吧 封面 狗粮我可以忍 但是你拿物理书出来 就是你不对 而且你们还是物理老师 跟化学老师的CP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在读书区 我觉得声音最可爱 最好听的一个博主 说成话 好像有点得罪人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今天也想好好读书 但是目前还没有投到CAA 感谢读书区最会做料理的up 李乌鸦老师的邀请 虽然说never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但是就是因为封面 我差一点就错过了这些好书 都怪你们封面设计老师 对不起 辛苦了 要吐槽的第一个系列 是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 我小时候最早看到的就是这个封面 哪个滑稽少女会想要看这种疯癖的书啊 我现在作为中年女性都不是很愿意 好你说这是1999年出版的吗 结果2013年的这一套王小波经典作品 还是适时20周年纪念版 就不能给人家搞一个好看一点的照片吗 整个系列铺在这里 还都是同一张脸 是不是想偷了 说句公道话 因为王小波本来就长那样嘛 对吧 另一套书来自《村上春树》 虽然这么说很失礼 但是这一套封面看起来不知为何 就特别的像盗版书 当然早期的日本小说封面真的很怪异 比如我本人的最爱《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 这个封面就好像换给那小子真帅 也毫不为何 还有聂鲁达的这一本 我也觉得很难看 这个田园木格式的封面和内容几乎是毫不相干嘛 我要是聂鲁达也会觉得好绝望 今天最想给你们看的这本 我完全没有读过 但是之前在网上看到封面 真的觉得精彩万分不容错过 请看这本重说中国近代史 这位是作者老师 有机会在封面上和另外两位坐在一起 哎呀真开心啊 诶这个logo 好的好的好的那没事了 是不是很萌 对车车小朋友真的像天竹鼠车车一样萌 不过我觉得车车说的对啊 就是never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在这个注意力稀缺的年代一期 我们都很难做到不以貌取的 但是跟其他东西不一样的是 我们读书的时候 我们读的其实并不是封面 而是书里面实实在的内容 读的是作者写在他的电脑里 或者他的稿纸上面 他的思维 他的思想 他所展现给我们的那个 我们尚不了解的世界 每本书不管封面怎样呢 他真正的精髓 不都是那些在白纸上的字吗 我的意思当然也不是说 所有的出版社都应该学读库那样 把书做成就是纯色的感觉 好像自己私自印的书一样的那种风格 我只是觉得作为买书的人 我们确实应该时时刻提醒自己 不要因为一本书的封面去买一本书 也不要因为一本书的封面就错过一本书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 也在这里呢 希望我们在未来都可以放下一些不必要的成见 多读一些真正的好书 我的这点做的也不好 所以跟大家共勉 感谢大家本周也监督我读书 记得三连 我们下周见 很久以前有一个大财主 他非常喜欢书 晚年的时候 他在一片洼地上建造了一座高高的图书馆 图书馆建成后 所有的楼梯和梯子都被拆走了 大财主死后 图书馆的四周涌出很多水 而且水位在不断的上涨 想要进入这座图书馆呢 就只能驾船前往 随着水位的上涨 你每次驾船前往 能够看到的书也都是不一样的 在水位先上方的书呢 是你能够看到的 再高一些呢 你就读不到了 因为你拿不着 然后再低一些呢 因为被水泡就已经不能读了 所以当地的人呢 都在传说这个故事 他究竟把什么样的书 放在了这个顶层的书架上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小泡 刚刚我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 都来自于 我去年跟大家年度推荐的一个绘本 叫做有呀有呀书店 这个书店 这本绘本的作者呢 吉竹深界 是日本的一位超人气插画师 他的很多作品风格呢 就是你看到的这种样子 就相对来说比较有特色 而且比较卡通 虽然这个整个书的风格 感觉看起来好像很像儿童绘本 但是因为它是关于书店的一个题材 所以我相信很多 只要是你喜欢书的人 一定会对这本书非常感兴趣 因为它里面讲到了很多奇思妙想 那吉竹深界呢 它的很多作品 基本上都充满了一个特点 就是它表现出来的是 孩子身上的大人气 和大人身上的孩子气 很多书你在看的时候呢 你就会忍不住这个嘴角上扬 惊叹于这个作者 居然有如此大的一个脑洞 我最近在读它的一本书 叫做想呀想呀想不停 这个想呀想呀想不停 是吉竹深界的一个灵感笔记 当我看到这个灵感笔记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跟我想象的真的特别像 基本上就是对生活观察特别细致 然后并且脑子里会想象出很多 就是我们没有想过的事情 它这个灵感笔记 其实应该是它为了自己的创作 而记在小本子上的 当然因为真的比较有趣 最后就集结出来出版成了一本书 然后里面呢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叫不经意间想到的事 它这个里头呢 有讲到很多自己 就是在生活中看到一些小的现象 而展开的一些小的观点 比如说他在拍富士山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一件事 他说其实所有的风景画呢 都应该算作是偷拍 因为你在拍照之前呢 你又不会去争得这个风景的同意 其实又是生活里头很多 那种很细小的点 我们觉得习以为常的事 但是被他写完之后 或者说在他的脑子里 被他想过之后 就觉得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角度 觉得蛮有趣的 第二个部分呢 因为是父亲而忍不住思考的事 是有讲到和孩子在相处的过程中发生的 如果已经是为人父为人母的话 估计会比较喜欢这个部分 整本书里头呢 我最喜欢的部分呢 是第三个部分 最前思考的是 里面我随便跟大家举一篇 我比较喜欢的 叫做什么是工作 其实工作这个话题 就是现在大家没事的时候 你都会时时刻刻被提起 因为工作现在压力比较大嘛 基础神界在里面呢 有很认真地讨论了一下工作这个问题 工作就是在不会做的时候 做不会做的事 听这句话的时候你就觉得 这是什么胡说八道的言论 但是我们说这句话呢 其实经常换一种形式 工作就是让自己学会去做 不会做的事的这种形式 而被人提起 后面这种说话形式 确实我在工作里头会挺经常遇到的 当你遇到一件新的事情 这个东西你不会做的时候 你就会被经常的鼓励去说 但你去学一下呀 这样你不就有了更多的技能吗 然后在日后的时候 早晚是可以用得上的 但其实这件事情 你仔细想想 就真的是蛮奇怪的 让自己不会做的事情 保持不会做的状态 换句话说 就是不去寻找自己没有的 而是努力磨练自己已经拥有的能力 就是这个点 我觉得还是很认同的 因为人的精力就是有限的 你不可能把自己的精力 投放在各个地方 那这样你每个地方 可能都只是会一点点 又没有什么用处 不如把自己的精力呢 就放在一个 你觉得比较擅长的地方 或者你喜欢的地方 让你好的地方变得更好 毕竟是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事嘛 你让自己的 做的那件事情 变得比较专业就OK了 他在这里面讲的时候呢 其实整体的语言呢 都是比较轻松的 就有一种 有一个长者坐在你旁边 在跟你聊天 把很多道理呢 用那种 比较孩子气天真的语言 跟你讲出来 他说的后面有说 只要你试着去寻找 就能发现身边 也充满了无关紧要 去的事 基本上就涵盖了 这本书的整体的内容 还是蛮推荐大家一看的 最后呢 我再推荐给大家两本 跟这本书的风格 比较相似的书 第一个呢 就是我最近看完的 陶子手记 它的外风是这个 陶子手记有两集嘛 我看的是第一集 陶子手记是 樱桃小丸子的作者 他叫做樱桃子 他写的 它的风皮呢 都是这种超级可爱的 读起来的时候呢 每一本都很快 因为它的排不比较 字就排的比较书 整体讲的所有的故事呢 都是关于樱桃子 他在生活中 发生的那些 有趣的小事 你在读的时候呢 你就会忍不住想 怪不得他能够 画出樱桃小丸子 因为他就是 樱桃小丸子本子啊 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人 第二本给大家推荐的呢 风格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轻松 但是他探讨的问题 更有趣 就是这本 叫做那些古怪 又让人忧心的问题 这个作者在网上 收集了很多 大家在网上 提出的一些 奇奇怪怪的问题 他来做了一个解答 当然因为这个作者 本身来说 他是NASA的一个成员 所以在解释的过程中 基本上就是 物理化学 地理生物 很科学性的 很就是一本正经的 可能跟你讲一些 胡说八道的问题 就是这种感觉 比如说他的第一个问题 如果地球 现在突然停止了转动 但是大气层 不停止转动 然后会发生 什么样的情景 大家也可以在 弹幕里讨论一下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景 书里头 整体基本的风格 都是在讨论这种 就是奇奇怪怪的 小故事 好 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书 就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 拜拜 一个月的时间里 连续五天 每天两小时 也就是一共十小时的时间 我将给面前的三十本书 一个机会 每本书二十分钟的 一个试图时间 最后选出我最想要读的五本 加入到我的八月代读 现在我超级兴奋 不知道到底是哪五本书 能够进入到这个名单 让我们抓紧开始 第一天的阅读吧 这第一本书呢 就选胡贤探案 这套书呢 是中国近现代侦探小说 十一系列 一共有四本 这次我选的是第二本 胡贤探案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 民国风的侦探小说 你们平时看侦探小说 是喜欢那种 你比作者聪明 先与他推导出结局 还是喜欢作者比你聪明 给你一个合情合理 但又万万想不到的 那种结尾的感觉呢 有点像看那个 小时候的侦探杂志的感觉 这个侦探真的是个失败侦探 这三个案子 他都糊里糊涂的 看的时候脑海里 全是毛利小五郎 还挺有意思的 但第一本书 要不要加入带读 我稍微有点犹豫 先放一放吧 后面还有这么多书呢 第二本看这个 《江户穿乱步讲》 日本恐怖小说大奖 我还从来没看过恐怖小说 或恐怖电影 虽然我很久以前买过那个闪铃 但是我现在也没敢打开 闪铃是不是真的非常恐怖 有没有看我的朋友 哎呀 这第一天叫暴跌 倒是跟这个绿色的封面挺般配的 这个暴跌真是让我想起来了 我自己的基金 它这个设定还挺有意思的 它是把人生呢 比作一场股价交易 你从18岁开始呢 就经营自己的人生股价 如果你拥有好的工作 优质的伴侣 然后稳定的朋友 这些都会增加你的股价 但相反的话 就会降低你的股价 在这个里头 所有的人都会抢着做好事 因为做好事可以提升股价 这我还挺讽刺的啊 有点那个黑精的味道在里面 这个故事非常好看 它超乎了我的预期 这个得加入带读 太喜欢了 放在这里 这里我们就把它定为出到位好了 刚刚那个确实挺好看的 就是有点太绿了 不太利于我的基金 再选一本红一点的吧 虽然这个红一点的名字叫 伊夫琳的七次死亡 听起来也不怎么吉利啊 书方商说 每天晚上11点 伊夫琳必然死去 必然死去 咋这还是个时空穿越 来来活活的故事 哇 这还带一个平面图 带平面图的侦探小说 看起来应该会更加的有参与感 这个设计挺不错的 这个我确实没有很喜欢 就也不是不好读 但是主要是它这个进入情节 展开的好像有点慢 虽然前面设置了悬疑 但是它叫伊夫琳的七次死亡 我还没有看到伊夫琳出场 暂时先放回到我的书架上吧 等到下一次再想看的时候 再给他机会 再来个这个吧 治愈点人心 奇迹唱片行 雷秋乔伊斯重磅作品 就是写一个人的朝圣的那个作者 但是我自从去年看过尤利西斯之后 就只要我看到乔伊斯这个名字 我的内心就有点 你们懂吧 让日常阅读成为 砍向我们内心冰封大海的斧头 我还挺喜欢大于毒品的这种slogan的 这个唱片行老板给一个客人推荐了一首歌 虽然那个客人跟他说他只听小邦 但是那个老板很坚持说你听一听这首歌 然后那个客人刚好遇到了自己的新婚妻子出轨 老板给他推荐的那首歌的歌词一开场就是 亲爱的亲爱的宝贝 朋友告诉我你身边出现了其他人 哇好神奇啊 这个老板怎么知道他需要这样的歌 哇这是有特异功能啊 还挺不错的 比我想象的要好读很多 我还挺喜欢的 那也放到出道位上吧 下一本呢就选这个少将自干之母 虚实参半的王朝会卷 少年恋母之浪漫传奇 少年恋母 为什么浪漫 这日本人确实和我不太一样啊 这一开篇就原式物语 原式物语吧 我也买过 我也没读 我就觉得这暑假上没看的书可实在是太多了 原来您知道呀 原式物语是 正文也文啊 那我肯定看不懂啊 这书最开始看的时候我还觉得我肯定看不懂 文风贼古典嘛我刚刚说 然后但看到后面的时候故事就还行 反而就是那个富家子弟到处沾花惹草的故事 但我感觉八月份看这种日式的这种需要静心慢慢看的书 不是特别适合 就先不读了吧 我倒是挺希望我九月份有时间一口气把这个书读完的还不厚 今天的最后一本 我就来选一本诗集结束这个美好的晚上吧 古川的诗 封面上古川巨太郎老爷爷的这个小头像 真的好可爱啊 被称为日本的宇宙诗人 他给铁壁阿童木和 宫崎骏的那个哈尔的移动重宝的主题曲都写过词的 太厉害了我的天 再可爱的郊外电车眼线 不是不是太做做太做做了 再可爱的郊外电车眼线 除了春天禁止入内 我感觉他的诗歌有那种童话气息 真的有宫崎骏的那个动画感就出现了 很不错哎 但是这个书实在是太厚了 我没有办法在八月份把它看完 太可惜了 到这里呢 今天的六本书两个小时就成功了 已经peak出了两本我比较喜欢的书 第一天就已经选出两本了 感觉后面的竞争一定会很激烈的 万万没想到第三本出到位的书来的这么快 那这本必须要加入我的八月代读啊 我一发布 新书资讯 我就开始期待了 期待了超级久的 摆在这里 上海一文今年出版的冯金诺斯的书 除了退稿图书馆呢 还有一本叫回忆 据说两本都是很美好的爱情故事 先试试这本退稿图书馆好了 双线叙事 一条线讲述的是一个图书馆里的故事 另外一条线呢 讲述的是一名编辑和一名作家之间的故事 我刚好看到两条线会合的地方 非常喜欢整体的感觉 读起来确实非常的易读 完全不晦涩 一下就能进入到故事的情节里头 那这本必须要加入我的八月代读啊 金格斯 虽然封面有点稠 但它后面会有一些文学向的导览手册 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 看起来真的是一本非常难过的书 虽然文笔很好 但是不适合我的八月 看过了日本作家 又看了法国作家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哥伦比亚作家的书 封面上这句 一段家族命运浮沉 一部哥伦比亚当代秘史 又是浮沉又是秘史 我就喜欢看这种东西 但这个封面 哎呀 我简直不敢给特写 这本书里头 还有讲到洞穴起案的那个案子 书跟书真的是连结的 就是一个被扼住命运喉咙的故事 写的就感觉有点伤感的那种回忆 因为一回忆的第一句话就说到了 就是我在回忆他去世的那一天 暂时我就不放在八月看了吧 接着再来一本 这个 奇妙的盘算社团 财商启蒙 我都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收的书了 这个书看到我好像在做那个小学书而提 两个周期之后是变成2400日元吗 并不是 是变成2420日元 真的挺像小狗前前的 接着来看这本 野未来 它是春朝寄给我的一本白皮书 就是还没有出版呢 我收到的时候 但现在已经出版了 风皮长这样 春朝工作室出版过很多大家都知道的作品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书架 看看这个赖生川作品集 之前每次出镜都有人问我是不是高小松 他不是高小松 他是赖生川 让我看看最近新出版的这本怎么样 科幻短片集 这第一个故事讨论了一个 现在人大家都知道的问题吧 就是电子屏幕的一个依赖 它书里头设定挺有趣的 感兴趣同学还是希望你去找来读一读 这么有趣的设定 我分享给你就没意思了 但他讨论的那个电子屏幕 我真的还蛮有感觉的 就大家现在已经习惯通过电子屏幕和网络来跟人交流 反倒面对面坐下的时候 无话可说 吃饭的时候也一直在看什么电视剧综艺啊 我自己就是这样的 我不是说指责任何人 包括说我现在甚至感觉有点夸张到 我特别无法接受自己闲下来 我如果是在做家务 就没有办法保持眼睛看屏幕的时候 我也会听很多播客或者听一些什么视频课音频课啥的 本来觉得自己挺励志的 然后现在看完这个突然在反思 是不是自己有点什么依赖症啊 还是挺可怕的 它和鼻的感觉挺像的 我已经决定读鼻了 这个暂时先不读了吧 先蹦到边边 最后收官我们来看一个社科吧 就是这个美食和文明 如果你是关注我蛮久的小伙伴 你就知道我还蛮少看社科历史书的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像历史教材那种 按着时间顺序给你讲述 开篇的观点呢 和人类简史的观点也还蛮像的 都是在讲用火吃东西改变了人类的大脑 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个书绝对是历史社科类里头 非常易读的那一种 主要是它讲吃的这个东西 就是非常有烟火气息 每天都接触 也不会难到哪里去 还非常长知识 挺喜欢的 但就不加入代读了吧 实在是8月承受不起 顺利了完成了第二天 选出了一本比较喜欢的退稿图书馆 等到明天再看看 会不会有其他类型的输入榜吧 没想到第三天就已经把五本书全部选好了 下班回来了 准备开始第三天的阅读了 今天的第一本呢 就选这个恶魔之地 好像是个书系 哦对 是阿卡姆书系 其实我一直还蛮好奇的 你说阿卡姆 克苏鲁神话 然后DC的那个阿卡姆封证院 他们三者之间到底啥联系啊 有没有知道的小伙伴 轻松一读 又有点在讨论种族歧视的那个东西 不错 但是暂时还没有达到高潮的那个情节点 没有完全吸引住我 等以后再看一看吧 接着下一本呢 给大家介绍这套沙士比亚 哇 我特意多放了几本在这里面 我真的是比对了超级多的版本 最后选中了这套天街人民出版社的书 非常非常的精致 因为沙翁还有很多个版本嘛 我是看了肉鲜的那个翻译的那个视频 最后决定还是要入 傅光明老师翻译的这个版本 因为它相对来说会更偏近原文一点 没有朱生豪那么诗意 这套书真的就是艺术品 封面上的浮雕设计简直绝了 书一打开了 里面还会有剧情介绍 介绍完了之后 开始进入到正式的正文 最后呢 也会有一个 傅光明老师写的 关于这个剧作的一个自己的理解 还差一本就完成15本了 但真的有点累了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放弃 我到底涂啥 当然是涂 下一本 寻摇记 寻摇记呢 是小和发起的一个公共艺术项目 他只在寻找民间即将消失的一些童谣 他说小和是一个头发长的长 短的短 衣服也是里三层外三层 就是一个这样很酷的人 他在做一件保护传统的事 就觉得好像又有些意外 但又觉得应该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才会做这么酷的行为 画风和文字都觉得很有趣 这样的项目需要被人知道 也需要传播下去 我还给你们上价值 不错不错 挺喜欢的 接着来看这本派对恐惧症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一本女性文学 作者介绍里头说 她是一个以诡异而充满诱惑风格著称的作者 女性文学与诱惑相结合 没读过 感兴趣了 第一篇的故事名字叫清单 记录了很多亲密关系 但同时呢 写的感觉也跟他这个名字是一样的 就是好像只是毫无感情的 在将这个东西写下来而已 跟写购物清单的叙事逻辑就是一样的 只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 但是这件事情呢 确实又充满了诱惑 作为女性文学来说 确实我是从来没有看过的风格 并且里面还涉及到了一点点科幻 很惊喜 这个我要加入再读 毕竟他也算诱惑文学 这么快就已经有四个席位出现了 那后面几天如果我遇到更喜欢的书 也是可以多替换的 下一本叫这个 我还记得 书的内容呢 里面有画 也有一些文字 记录的母亲完全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种 常规意义上的无私奉献 不嫌脏 不嫌累的那种妈妈形象 而是一个她会觉得父亲的生病 对她来说是一个拖累 会嫌弃父亲在生命时候的卫生问题 就是如此真实的一个母亲在后续患上阿兹海默症之后 如何跟她的女儿进行相处呢 亲情呢一直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看 但是又很不敢看的主题 这本书在看的时候我也一直有想到我自己的妈妈 就每次看这种书就跟自己说一定要和妈妈好好说话 不要和妈妈吵架 这个书我好怕看到后面我会哭啊 但又真的很喜欢 没想到这么快我就要选出我的第五个席位了 在第三天看得净成刚刚过半的时候 我的五个席位就已经出现了 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出现更精彩的书来顶替掉他们 让我来接着进行下一本 在正常职业研究中心 看着装针还挺神奇的 是这样的带寒套的一本书 这一开篇里面就是名家推荐的 纳多紫金城蔡骏 哇蔡骏这个名字我真还挺多年没听过的 我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那本谋杀似水流年 蔡骏长得真的好像王苏龙啊 是一个挺有想象力的故事的 我感觉如果我要是上学的时候看到的时候会更喜欢 今天的六本书到这里了 没有想到在第三天就已经完成了五本出到位的选择 不知道明后天会不会有更精彩的书目出现 啊好纠结好纠结 要不要换掉一本 但是这本我也好想读啊 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 我们的赛程呢已经过半 看完了18本书 从中pick出了我觉得比较不错的五本书 不知道会不会有更优秀的选手在今天出现呢 让我们抓紧开始今天吧 首先第一本 十九日谈 古诗十九手里的生活与英雄 是讲诗歌的一本书 并且这里面的诗歌呢全都是作者不祥 就相当于说是匿名写作大赛 这样的诗歌应该还是保值保量的 他这个里面把中国古代诗歌和奥德赛进行了一个比较 说双方都是具有很烟火气息的英雄味 靠一顿饭重建快要崩塌的日常生活 还是作者会写 这种话如果让我写我肯定会说没有什么是吃一顿饭不能解决的 如果实在不行那就再睡一会吧 下一本独白波浮娃 我去年呢曾经大言不惭的挑战过第二性 但是大概看了有两周还是一周左右的时间 还没有看完第一张 后来我就把它给放弃了 这次这本呢是上海艺文家印的一套波浮娃作品 我手上的这个是个短篇小说 这本真的好读好读 我居然可以看到波浮娃了 第一篇短篇呢叫做《董事》 描述的是一个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者之间的婚姻 嗯先步了吧 《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 瞧述小王子之父的一个传记 开篇就拿赤贫贵族来描述这个作者 《小王子看过44次日落》 这个作者呢在44岁的时候失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种神秘的巧合就让人觉得 它的消失可能不是悲剧而是故意为止 下一本女孩们 看封面就是一本女性文学 不知道能不能击败出道位上的派对恐惧症 和我想象的不一样 还充满了政治色彩在讲述一群少女入少先队的这个过程 说到少先队我就想起红领巾 以及永远在校门口才发现自己没有带这件事 哎毕业的时候家里的红领巾都能拿马带装 带来一本中国作者的骗子来到南方阿姨 第一篇就是讲述一个中年不得志的男人 他的生活 他见朋友 他如何面对妻子 第一本读阿姨的书是不失望的吧 下一本别人家的孩子 虽然是纪实文学 但非常易读 像在看侦探小说一样 一天晚上三名歹徒闯入了珍妮弗家 枪杀了她的母亲 枪击了她的父亲 并把她绑在楼梯上 但是当警察介入的时候发现疑团重重 看的时候还会想起来杜鲁门卡伯特的那本冷血 但我觉得它比冷血还是要更易读的 很惊喜 想加入带读 因为我选的这些小说太多了 然后我就替换掉一本小说了 替换掉这本吧 奇迹唱片行 把这本纪实文学加入进去 让这个书单的类型更丰富一点 第四天结束了 明天是最后一天 真的好开心 加油 最后一天了 只剩下最终的六本 不知道今天这五个席位会不会有新的变化 第一本火人 书中的世界正在面临一种叫做龙龄的传染病 患病人会身体内部着火 最后死状非常凄惨 所以医院里面人满为患 看到这里我真的想起去年被新冠病毒支配的我们 因为故事设定的原因 所以是很吸引人 想让我知道他们是如何处理这种疾病的 大地之上和刚刚的火人一样都是一本大后书 是一本讲述印度社会各阶层的全景师画卷 看这个后读确实应该请全景师的 书封上说它跟活着的感觉是类似的 那应该非常惨吧 里面有很多关于印度的描写我觉得挺有趣的 比如说拿树叶当餐具啊 用盆装西瓜汁 是拿杯子瓦着喝吗 有点神奇 下面这一本依然重磅 唐吉和德插图典藏版 如果你关注我你是知道我去年的年度榜单里就有唐吉和德的 只不过我那一套是人民文学出版社 杨将先生翻译的版本 这次这一套呢是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个全新的一本 并且里面的那插图呢真的非常精美 如果是想要收集唐吉和德的话 我觉得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看的这20分钟里头呢 我觉得翻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想要一套装真设计比较精美 这套是值得的 还剩最后三本风格各异 先看这本加谬的菊外人和西旭福斯神话 这套是印林出版社今年新出的版本 加谬最出名的两个作品就是菊外人和西旭福斯神话了吧 所以我觉得这本还是很适合入门加谬的 我是有看过菊外人的 我直接看一下第二篇西旭福斯神话 主题正是荒诞和自杀之间的这种关系 以及自杀在何种确定的范围内成为解决荒诞的一种手段 他在说啥 但是我看不懂一定不是加谬的问题 他肯定是我的问题 倒数第二本就选这个大开本的神知识 又增加了希腊神话图结百科 众所周知希腊神话最难的就是众神之间的关系 这个一开篇就是一个家谱 最搞笑的是里面有粉色的线标记了一下宙斯的情妇 虽然我知道宙斯是渣男 但我也外外没想到他有这么多情妇呢 除了讲神话人物本身的故事之外 他也有一些格外的小知识点补充 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比如说赫拉不是一直是监视宙斯 防止他偷情吗 所以就以赫拉的拉丁名诸诺 来给木星探测器命名 意思是不错过一丝一毫的小线索吗 真的是个起名大使 最后一本终于来了 我们最后一本呢 就用一本诗歌来结束这五天的挑战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聂鲁达诗歌总集 看到诺贝尔文学奖 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受 但我看到诺贝尔三个字 我就觉得这本书 我大概率是看不懂的 但诗歌本来就是不能百分之百看懂的 对吧 时间在卧土中蔓延 读起来是和古川俊太郎老爷爷的诗歌 完全不同的风格 三十本书的挑战终于顺利完成了 也选出来我心目中最想看的五本书 为我八月份苦哈哈的打工生活提供了一丝期待呢 生活总是要给自己一些仪式感和惊喜感的嘛 还有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吗 三十本书中你觉得哪本书最是你的菜呢 欢迎弹幕留言告诉我 我也可以把它加入到我后续的书单中哟 下期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的陪伴 太陽就来生判了 fiz那么了 hoop 你 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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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电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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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你说我不了解你 不对 图书室里那本很厚的 犹太人大屠杀的书 你借过吧 在你之后我也借了 你知道吗 从借书卡上能看出来 本校成立32年来 只有我和你借过这本书 另外春天马拉松 长跑的时候 你偷懒 躲在高架桥下 吃小熊饼干来着 对吧 就是书里的句子 就是这个情节的描写 真的让我特别的喜欢 漠视是一种暴力 相互看见 就是初恋的开始 然后他们两个人 在一封一封心的交流中 感情变得越来越好 但是后来这个女孩 转学了 就是往往初恋 都是不圆满的 长大之后 有一天男孩 突然收到了 女孩的一封电子邮件 长大后的故事 就由此展开 两个人的生活 其实也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书还是要自己找来读的 在这里我就不剧透了 那《百元玉二》 作为金句大神 书里头有非常多 很扎心的那种句子 比如说这句 初恋是一次冒险 我们在青春期里 喜欢的东西 会变成我们的全部 我真的是看完之后 就是心情 波兰起伏了超级超级旧 强烈推荐 那故事讲完之后呢 我不得不再夸一下 一夜的这个装真设计 它是把这本书呢 装在了这样一个 扫信封里面 就很符合 网户书简 这个书简的含义 并且在出版 《百元玉二》 这本书的时候呢 一夜还是一个 刚成立的出版品牌 为了出版大神的作品 负责的编辑老师呢 专门给《百元玉二》 写了一封手写信 你们知道这个手写信 在这个年代有多珍贵 对吧 《百元玉二》呢 也给出了一个 手写信的回复 我就觉得 哇这个故事 就当你知道这个书 背后的故事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纸质书是永远不可能 被取代的 请大家把同意打在公屏上 这我觉得都没有什么 可需要反驳的啊 所以就冲着这个用心 我觉得这本书 是必入的一个 初高中时代的恋爱呢 往往是让人念念不忘的 你初高中时代 喜欢的那个人 现在还有和你在一起吗 如果在一起 那很恭喜你 如果没在一起 也没关系 让我们走入成年人的恋爱 就是我手上的这本 阿兰德伯顿的爱情笔记 阿兰德伯顿呢 被称为英国的才子型作家 毕业于剑桥大学 精通多门语言 长得又这么的帅 虽然他现在呢 已经长成秃头大叔了 然后但是虽然他写东西 写那么多那么难呢 阿兰德伯顿的书呢 往往建于小说 跟哲学小文章之间的那种问题 就是他会在故事中呢 穿插哲学 心理学 然后建筑学 甚至是 也不知道他咋传进去的 会这么多 怪不得他后来秃头了 故事呢 其实整体讲述的 就是一对在飞机上相遇的男女 一见钟情 相识相知相恋 然后到后面的争吵分手 各寻新环 整个过程中呢 没有发生任何的家族伦理大局 也没有发生任何的生理死别 就是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 就甚至到后期 就是那个男方会因为觉得 女方买的鞋子丑 而在心里就是念念叨叨 磨磨叽叽的那种感觉 然后书中呢 阿拉德伯顿引用了 家喵说的一段话 来描述了一下 我们为什么会恋爱 他说 我们爱上别人呢 是因为从外不看 他们是那么完整如一 肉体是完整的 情感是统一的 而我们主观感觉 自己是那样的 涣散和迷惘 我们缺乏思路清晰的表述能力 稳定的个性 坚定的方向 明确的主旨 依而幻想他人具备这些品质 其实我翻译过来 理解的话就是 你喜欢对方呢 是因为你觉得 对方身上有一些 你没有的优点 然后但结果 你真的跟他在一起之后呢 你就发现 大家也都不过是一介凡人 在外光芒万色 然后在家邋遢大王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就从神的位置 变成了一个普通人的位置 然后你对他有失望 有落差 自然而然就感情慢慢变淡了 感情变淡之后呢 你可能会选择分手 然后当然你也可能会选择坚持下去 那分手以后呢 你可能先是享受一下一个人的生活 然后久了之后又觉得寂寞 你又会找下一个人 开始新一轮的恋爱循环 豆瓣上有个短评 是这么评论这本书的 他说看完之后呢 就像自己谈了一场恋爱那么累 我觉得这个短评实在评得非常的妙 所以爱情跟自由呢 确实是不可兼得的 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 如果你想要的是自由的爱情 那就建议你还是不要走入会音 否则就会像这本 玄庭的爱里的男主角一样 最后陷入到一个两难的境地 然后这本书呢 是一本漫画 它还获得了一个 2018年法国安古兰国际漫画节 年度评委会特别奖 就这个奖的含金亮 其实我倒不是特别了解 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呢 就好像在看一部舞台剧 说的一开场呢 这个舞台剧的灯光 就打在了这个男主角的身上 开始讲述他有多么的喜欢他的妻子 但是他又没有办法 扛住身边各种女性的诱惑 整个故事呢 他跟三个 除了妻子之外啊 跟三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女孩 纠缠不清 有小白兔类型的 然后还有那种妖艳似火类型的 然后还有那种智慧型的女性 就也不知道为啥 那么多女性都让他遇见了 然后他跟妻子 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呢 有一个演员他的歌词 其实就说出了这个男主角 本身心中的想法 他说一颗心会不会有时迷失 我们能否一起生活 而不感到彼此束缚 他像灵活走钢丝的杂技演员 一边走在爱情上 一边又拒绝陷入其中 他从未承诺永远爱他 可他也不愿意离开他 当然这样一个来来活活 犹豫不解 在爱情远远游走的男主角呢 是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的 整本书呢充满了一种法式的调侃 然后说到后面一样 也说它是一个纸上的爱情戏剧 如果你比较喜欢戏剧这个题材 又比较能够接受这种画风的话 可以考虑出来一看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爱呢 最后都会散去 我手上拿的这最后一本呢 平如美堂 里面描述的就是 现在非常缺少的那种 平平淡淡长长久久的一段爱情 饶平如老爷爷在自己的妻子去世后呢 用四年的时间画出四百多幅画 来纪念两个人的生活 有他初次见美堂时 美堂画口红的画面 有两个人婚后一起瞎管子的画面 也有这个他的妻子去世 在病房里留下最后一滴泪的画面 整个故事呢 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平和 就没有大的波澜起伏 但是因为老爷爷虽然没有学过画 就是靠着自己对美堂奶奶的爱和回忆 来画出的这些画面 所以看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吧 书中的编辑呢 有在纪录片中这样说过 大部分人的写作都是为了出版 可这个老爷爷他写作的时候 只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情感的愿望 为了让他家人的后背去看 所以这本书里有一种 你无法想象的自然的东西 平如老爷爷在年轻的时候呢 上过战场靠着一枪热血和孤勇呢 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怕 但是在他第一次见过奶奶之后呢 他说 看滚滚长江上的波光 觉得自己的命从此轻慢不得 因为命里多了一个人 书里头还蛮多这种读起来 还挺肉麻的画的 但是因为是出自一个老爷爷之口 你就会觉得好像那么的真实 又觉得很温暖 书里头柴经写的序呢 其实也还蛮感人的 我推荐大家一定要找来一看 相思史诀 海飞深 怀念一个人 其实比海还要深 五本书呢 全部都推荐完毕了 最后来跟大家介绍 我前面铺垫的那个 百元月二的神作 不知道有没有人猜出来 就是花束般的恋爱 整个故事呢 其实描述的是一对灵魂伴侣 就是我觉得两个人的灵魂 已经契合到 没有办法再契合 女主在第一次去男主家的时候呢 站在他的书架前说这简直就是我们家书架的翻版 两个人从衣食住行等等各种方面上都非常的完美的保持一致 但是人呢总是会变的生活不是只有恋爱 随着工作的开展呢 就是你上班以后呢 男主觉得性格发生了一些变化 慢慢的呢 两个人就好像感觉很多话都聊不到一起去了 最后呢选择分手 分手并不是因为不爱了 而是因为 我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的那个自己了吧 所以看到后面的时候呢 我也会觉得有点唏嘘 电影里头呢 百元月二穿插了非常多的默契性的画面 情节到最后的时候 两个人在背对背挥手告别的那个瞬间 我真的觉得实在是太感人了 就是百元月二不愧是大神 强烈推荐大家去找来一看 看完之后也记得回来告诉我 你们是否喜欢 那今天的爱情书单呢 就推荐到这里了 无论你现在呢 经历的是什么样的感情阶段 只要是你觉得合适的 喜欢的 安心的 就好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人生市场比赛 你得遵守规则 对于这句话 你的回应是 呸 还是 对呢 中国游戏 我是本周也要哄骗你读书乌鸦 这个礼拜的视频真的是厉害到 我自己都被吓到了那种程度 而且还是两个维度的厉害 第一个厉害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很厉害 就是这本赛林格的卖情里的守望者 大家都读过这本书吗 我手里的这个版本是伊林新出的版本 红红火火 恍恍恍恍恍 是当年赛林格清定的一个配色 是不是 充满了青春的热情 初晚70年累计销售了7000万册 虽然一度被学校列为禁书 但是好的作品当然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所以当年的禁书也变成了 现在的学生必读书目 他入选20世纪百家小说 纽约图书馆世纪之书 甚至改变了西方国家的教育理念 第二个维度的厉害 是今天不止只有我一个人 而是我火同了 火同 火同了好几位读书UP一起 来哄骗大家读这本书 各位UP会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360度无死角的跟大家分享 关于慢手的一切 怎么样 厉不厉害 连赛林格本人都会希望你把厉害打在公平上 并且给我们一个鼓励的三连吧 先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其实非常简单 一句话就能介绍完 这本书讲的就是一个学渣学生 在被开除的48小时内 他见到的人经历的事 他的回忆 他的思考 他的牢骚 还有他的几百句 滴 卖手的情节绝不曲折力气 但是主角霍尔顿绝对能让你百感交集 霍尔顿呢 在所有家长的眼中都是一个坏孩子的形象 毕竟他学习不好嘛 五门考试有四门都没有及格 唯一及格呢 就是内门最好考的 当然知道是内门嘛 但是可能有朋友问了 学习不好就算是坏孩子了嘛 起码在我上学那会儿 基本上学习不好 在老师跟家长的眼中就约等于坏孩子了 现在的学校应该不这样了吧 想来这也就是当年这本书背进的原因了 毕竟哪个学校能容许一本 以学渣坏孩子为主角的书放在学校图书馆的 对不对 但是看过这本小说的朋友啊 请大家来评评理 你真的觉得霍尔顿是个坏孩子吗 这个男孩呢 看似脏话连篇 其实心里面干净的跟水晶一样 嘴硬的找别人打架 结果次次都是被人打 然后被皮特克莫名其妙的 塞了一个妓女到她的酒店房间里边 结果她只肯跟别人聊聊天 自己都没有容身之处 反而在担心中央公园的湖面结冰之后 那些鸭子都去哪里住 在父母跟老师的眼中 霍尔顿确实是个让人头疼的坏孩子 但是当读者读到 他怎么去想念自己的弟弟 怎么样温柔地对待自己的妹妹 应该都能了解吧 他不过是一个不想跟成人世界妥协的纯真少年 或者说是一个觉得跟大家竞争都特别没劲 就早早拒绝内卷的人间清醒 我自己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 基本上是跟霍尔顿同龄的 很多人呢说这本书像是 人间诗阁加上挪威的森林 然后除雨二 然后我当时第一次读的时候 在心里面也是把这些书都放在同一个列表里的 就颓废嘛 叛逆嘛 当时高中时候的我完全没有把这本书放在眼里 觉得 谁能叛逆过高中时候的我嘛 但是 过了这么多年之后重读 我的阅读体验完全不一样了 我这次读的时候 无数次被书里面的霍尔顿所打动 特别是读到结尾的时候 当读到他看着自己的妹妹 在旋转木马上面的那一幕 真的几乎快要哭了 我相信大多数的成年读者应该都有这样的感觉吧 毕竟这本小说里面所收藏的 大概是一些我们已经丢失的东西 就那种对规则的挑衅 跟想要打破规则的冲劲 是我们都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还保有的 跟霍尔顿一样的纯真 我想这一点呢 可能跟作者塞林格本人的写作时间也是有关系的 毕竟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32岁了嘛 已经不算是一个少年了吧 那么霍尔顿身上是不是也有塞林格本人的影子呢 下面我们就请杜鞭老师出场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位传奇的作家 大家好我是冰激杜鞭 今天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 塞林格 塞林格出生于1919年 是美国犹太人 父亲经商家里殷实 虽然说塞林格和那天里的守望者的霍尔顿 差不多几次退学 算不上是优等生 但是呢 年轻时候的塞林格身高腿长 颜值爆表 21岁的他就在故事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 年轻人们 不到30岁就成了美国顶级文学杂志 纽约客的作者 那么初登文坛的塞林格啊 身风得意 还跟奥尼尔的女儿 乌娜奥尼尔谈起了恋爱 是诺表文学奖得主尤金奥尼尔 不是NBA那位奥尼尔 不过呢 后来这位18岁的乌娜 就嫁给了当时世界上最有名的电影明星 53岁的查理卓别林 虽然说情场失利啊 但是 所有人都相信 这个塞林格这位年轻人 他的前途肯定一片光明 但是 1941年 日本偷袭珍珠港战中爆发了 一枪热血的塞林格积极地应征入伍 他和300万盟军一起 在诺曼底海滩登陆 不仅历经了299天的惨烈战斗 还作为首批美军解放了惨绝人寰的 德军战俘营 在解放巴黎那天呢 塞林格还见到了他自己的偶像海明卫 塞林格虽然四肢齐全地从战场回来了 但恐怕我们谁都无法想象 塞林格他在战场上究竟经历了什么 塞林格说 不管过去多久 你都无法忘记 人肉烧焦的味道 毋庸置疑啊 他身上的一部分 永远被战争改变了 或者说被摧毁了 战争带给他的创伤也像幽灵一样 附着在他之后所有的作品当中 而唯一在战场上支撑着他活下去的 就是一本未完成的小说 这本小说就是 麦田里的守望者 1951年 麦田一惊问世啊 立即火遍全美 麦田的核心思想 简单贵纳就是 一个未成年人的纯真 在成年人的虚伪和庸俗面前的挣扎与反抗 而塞灵格和他笔下的人物 就是始终抱守着这个纯真不放的人 也是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人 你比如说小说写出来了 一般人肯定是想着宣传希望书大卖 对不对 但是塞灵格呢 他不仅拒绝一切宣传活动 一不牵授 二不做广告 三不要任何的名人推荐 书上面呢 也不放自己的照片和作者姐姐 他甚至呢 要求他的书封面上面 不要有任何的图片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塞灵格的书 都是只有书名和作者名 这可不是出版方刻意设计的 而是塞灵格本人的意志 因为他觉得书就是一切 一切附加的东西都是多余的 他只是想写出一本好书 根本不在乎他畅不畅销 麦田呢 大火之后就有很多的电影界的大佬 就比如说拍空方正人的比利华尔德 比如拍欲望街车的伊利亚卡赞 都急破脑袋想要把麦田拍成电影 但是都被塞灵格无情拒绝 在小说里面 霍尔顿就曾经说过 他讨厌整个好莱坞 Fuck Hollywood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他还记这个 着边林的夺爱之仇 而此时呢 塞灵格因为战后的PTSD 精神就变得越来越敏感 面对沉迷之后的纷纷扰扰 这个塞灵格就果断选择了逃离 他跑到了美国一个偏僻的乡野山里面 买了一个大宅子 围上了密不透风的篱笆 就过上了隐居的生活 尽管他自己的半生 都活在我们可能无法想象的孤独之中 但是他的作品 在他死后仍旧抚慰着 无数无数颗孤独的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他可能真的做到了 他生前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当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塞灵格不仅在全球范围内 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体 更是影响了一大批我们所熟知的大作家大导演 这个名单相当相当的长 让我来深吸一口气 给大家挑战个爆菜名 马维都说 我接触的作家们通常谁也不服谁 但对一个同行是例外 提起他的大名 每个人都马上一副崇拜的样子 这个人就是塞灵格 只安说 如果没有他 就没有王硕 也没有王小波 郑渊杰叔叔说 诺贝尔文学奖没有授予他 是诺奖的一大损失 其实不光是在我们国家 在日本这本小说也拥有很多忠实的拥得 而他在日本的头号粉头 大家知道是谁吗 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 日文版的翻译者 村上春树 春树说 自己当年是上学时被班上的女同学推荐 看了这本书 觉得主人公霍尔顿 就是一个神经敏感的附加少爷 没啥意思 结果到了中年去重读的时候 他说完全颠覆了原先对这本书的印象 评价麦田里的守望者 简直就是小说中的神作 感叹自己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么牛的作品 村树眼中麦田里的守望者到底神在哪 首先 赛琳格在文本中 安插了无数的暗号和隐喻 就像音乐 作者不露痕迹地铺垫了很多 作为背景因存在的音符 听者可能会忽略它 但仍然能感觉到它作为乐曲 带来的深度和厚度 所以很多人看完觉得这本书真好 但是呢 说不说它好在哪儿 第二 他觉得这本书里的人物 除了叙事者霍尔顿之外 听霍尔顿倾诉的他的哥哥 蒂毕也是赛琳格的分身 赛琳格在自己的书里 直接人格分裂 分身之间在互相对话 不止如此 村叔甚至认为包括霍尔顿讨厌的那些同学 包括他可爱的小妹妹 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分身的色彩 我们只看表面 以为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少年和周围人之间的矛盾 但在村叔看来 是一个人自我内在的矛盾和冲突 他不认为霍尔顿是青春叛逆的代言人 他其实是一个不安的灵魂 这本书就是写一个人的自我斗争 摸索着寻找存在方式的过程 村叔专门写了一本 叫做《赛林格战记》的书 就是在讲麦田里埋藏的谜 以上这些都是他在这本书里写的 他还说麦田像测试读者性格 理性或感性的酸碱试制 你喜欢或者不喜欢麦田 不是麦田的问题 是你当下心境的酸碱性和它不搭吧 那么不知道接下来的这两位 第一次读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年轻读书up 他们的酸碱性又和这本书搭不搭呢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丁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鸽子 我还挺喜欢这本书的 就感觉这本书还是比较好读的一本书 因为男主角的设定是一个男高中生 所以作者在表达他的一些观点的时候 他的姿态相对来说放得比较平等 接受起来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 那你身边有没有想法这样的 我大学期间就是关系最好的一个异性朋友 因为他今年大学刚毕业 就是他其实是有点无所适从 然后他就没有选择直接去找工作 他选择在寝室里面 就日夜颠倒开始写小说 这个是他儿童时期的一个梦想 但他当然也没有写出来什么 他现在已经完全放弃了这些事情了 他的很多行为就是偏理想主义的嘛 然后我就去问他 我说你会不会喜欢曼天杰的守望哲 他确实觉得会有一些的相像 然后他还是喜欢这本书的 我在16、17岁的时候 跟霍尔文的经历真的是非常像 他是被退学了 但是我16、17岁的时候 有过休学的经历 这样吗 所以我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 代入感特别的强 我真的非常能理解霍尔文的心情 所以我希望他不要完全放弃自己 这个愤怒、焦虑 这一部分的自己 会更希望他在以后的日子里面 不完全融入到普通的大人的世界里面 但他本来就是开关于结局 对对对 所以我更愿意那么想象 自己以希望 读完这本小厨有没有什么 你特别喜欢的人物 特别希望男主的妹妹Phoebe 男主在外面经历了很多事情的时候 就他很想向别人诉说这些事情 但他找不到任何人可以诉说 他就会很希望能跟妹妹讲这些 然后他妹妹也很乐于倾听他哥哥 觉得如果有一个完全接受你 完全可以理解你的一个人 真的很好 就谁会不想要一个Phoebe这样的妹妹呢 但是我个人而言 这本书里没有一个特别喜欢的角色 因为这里面可以说是分了两派 一个是大人的世界 一个是小孩子的世界 大人都有点凡人 所以其实我也不怪霍尔顿前往离家出走 霍尔顿前往往常理解 他就只有一个妹妹 但是我为什么不喜欢妹妹呢 就是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小孩 不过最后也是她的妹妹 给到她的一些救赎 可以说是拖累了霍尔顿 但是同时我也会觉得 可能还有一些选择留下的原因 是因为她自身 我觉得她是一个有点懦弱的人 所以她最终还是选择恢复原来的生活 我也有想过她的这个胆小懦弱性 但是我个人希望是能好的 你希望她能够成为你身体里面判斌的一部份 然后带着她的书套 对 这本书整套读下来 可以说是我近期读过最认真 然后带入本最强的一本书 我们这个年轻的人 可能都会多多少少会找到一些共鸣 现在的年轻人应该看麦田里的守望者吗 因为我本身呢是高中卫老师 每天接触的小孩年龄呢 都跟树里的主人公霍尔顿差不太多 所以这本书看完之后呢 我内心的情绪还挺复杂的 首先霍尔顿呢 就是我们常规意义上说的那种刺头少年 学习成绩不好还到处挑事 那如果我的班上有一个这样的小孩 我的头肯定会非常的疼 当然因为你看书是可以看到他的生活的 你会发现生活里霍尔顿其实是个很善良的人 那霍尔顿的刺儿呢 更多是表现在他很不麻木 他非常在意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儿 并且会对成年人世界里的规矩呢 表现出不屑 因为我当老师这几年也观察学生嘛 我会觉得他们好像越来越不霍尔顿了 尤其是下课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教室里非常安静 就是比上课还要安静 大家在干什么呢 很多人在玩手机 更多的是沉浸在手机里的世界 关心手机里面的人和事儿 然后对于身边的人发生的一些事儿呢 他可能反倒没那么关注 很缺少了我想象中少年应该有的那种 朝气蓬勃了 嬉笑怒骂了 这些都越来越少了 所以针对这些的话 我觉得年轻人还是应该看一看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 你看一看霍尔顿生活里的那种浓烈的色彩 他对万事万物的那种批判与观察 当然我是希望你能够学会的是独立思考 而不是万事都去先否定 我希望你不是烟酒不离手 而是学会呢 有点批判精神 有点叛逆的感觉 但想去玩火 千万别掉到火里 作为一个成年人呢 看完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呢 我也在回想 我小的时候 是不是也像霍尔顿那样充满了刺的那种状态呢 就充满了叛逆精神 看啥都不顺眼 那到底是从什么时候 我变成了那个没被麦田里的守望者守住 掉下了所谓悬崖的那个少年呢 所以你是一个已经掉下悬崖的少年吗 还是有幸仍然在麦田里边肆无忌惮地奔跑着呢 这一本真正的好书啊 有的时候真的是有能力成为你的人生坐标 你可以通过阅读它得到不同的感受 来知道你的人生阶段具体处于哪里 所以个人来讲我还是建议啊 就年轻的朋友可以趁早阅读 就你只要跟霍尔顿同龄了十七八岁的话就可以读了 方便你mark一下现在的自己 但如果你跟我一样就年事已高的话 读一下你也会惊讶地发现 这本书并不是你以为的那种没有深度的 中二少年的叛逆日记什么的 完全不是 这次重读的时候 书里边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其他up也提过啊 就是那句著名的 一个不成熟的人的标志 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轰轰烈烈地死去 而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 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千功地活下去 以这个标准来看 我大概已经是一个千功地活着的成年人了吧 但是话说回来 难道成年人就不能留住自己心底的那个 一点点纯真的干净的少年心吗 这本书题目里边的麦田啊 就象征着我们每个人心底的那份纯真 算实际上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们早点凡全这个 九个人心底的那份纯真 转发资金 三峰 我现在问我 而且是几个人心底的那份纯做 也不知道 在这份纯真 白假的 那边 你在某个人心底的那份纯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罗姆七册的小盒子 奥斯丁的一个布面的金装 是和企鹅一起合作的 他一直在收外国文艺这本雜誌 所以出到了第五册他也要买买买买买 然后在逸林的书呢他其实已经买了很多了 所以他就想查缺补漏看看有什么巴恩斯的书 没有买全的就买一买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理想国的那猫那人那城 据说是流浪猫的故事 所以我也想看看 还有肉轩非常喜欢的一个作者和艺者一起合作的一本书 那就是布鲁玛和何宇佳小姐姐写的《日本最后的前文年代》 这一套书呢也是《理想国黑拱门》系列的第五十本 还有另外一本是《阿富汗仿骨刑记》 还有一本就是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 叫做《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 我觉得肉仙看的书实在是太多太眨 反正都是我的家业我就认认吧 嘿大家我是光明思宁的陶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双十一 我的购物清单以及欲望清单 首先我已经放在当当购物车叙事待发 到时候领个圈马上就要带他回家的书 有哪些呢 第一名当然是我最喜欢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谋虾启士》 再下一个要买的是《菠萝圣诞探案记》 因为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嘛 所以我找的比较应景 然后呢是上演千赫子的《一个人最后的旅程》 本来我还想买他的那个《父权至于资本主义》 但是因为乌鸦说他有他会借我 赶快看完借我哦 再下一本呢是《一间自己的房间》 还想买的一本呢是《艾莱娜菲兰特的碎片》 因为我对他的《纳布勒斯四部曲》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但是呢因为这个碎片讲的并不是一个小说 而是一个类似散文集这样的 我觉得可以更好的去贴近这个作者本人的心理状态 最后一个要买的呢就是《名侦探柯南》的《九十七》 你们知道我们家的狗子为什么叫柯南了吧 哦 接下来呢就是我放在淘宝收藏家里的书 因为就是嗯现在这个小情情不太够嘛 首先呢是这个《企鹅布文经典》的《简奥斯汀》的作品 《标人的漫画》 《伊藤任二》的这三部也是大陆简体中文版 《迪士尼大师》系列的《石膏指的光辉岁月》 再下边呢是《哈利伯特》 首先呢是这个英文版的 再下一个呢是《哈利伯特》的前四部的一个英文的绘本 《布达佩斯大饭店》的这个原画集 《天势红河暗》 台版叫《赤河练影》 还有一个小摆的是《纳布勒斯》的四部曲的 《布面精装豪华版》 《新兴出版社》的《阿加莎》系列作品 《全85册合集》 最后一个呢就是《哆来梦》的电影的全集 还有它的一个原画集 哇这两本书一个450一个500 我的妈呀太贵呀 努力赚钱总有一天会实现梦想的 哦嗨我想那样 然后我的购物车数量会比较少啊 只有6本书 大部分是一些短片 《乙依的动物园》 还有讲妖精故事的怪谈 以及一本《银河系边缘小市场》 我最近比较喜欢看这些可能 会有点激发人家想象力的恐怖的一些故事 还有类是传记类的 一个是犯罪计时类的 叫《统川跟踪狂杀人事件》 我在网上看到别的UP主 有做过这本书的视频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所以就买来看看 另外一本是《十年一教电影梦》 《李安传》 还有一本是我最期待的 《北野舞的小酒馆》 最期待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很喜欢北野舞 我也很喜欢 《小酒馆》 嗨 大家好 我是依依 双十一你们都买了什么书呢? 俗话说的好 双十一不买书 要买就买套装书 我说的我说的 今年双十一呢 我就买了两套垂涎已久的套装书 第一套呢就是我最喜欢的日本推理小说作家 横沟正史的《金田一》系列 这套南海出版社的十本装的系列 最近也是风非常的大 于是我就趁我还能买起的时候 赶紧入手 抱着一种买理财产品的心态去买的它 第二套呢就是《沙丘》 作为一个从来都不看科幻小说的人 我还是依然决然的买了这套书 大家看完电影《沙丘》一般的反应都是 电影真是太棒了 而我在看完电影之后满脑子都是 《甜茶》真的太帅了 它那件大衣到底在哪儿买的真是太好看了 反正这套书就是你别管我看不看 反正我一定要有的一本书 接下来这本呢是《夜真中显》的《不露》 我刚刚把《绝教》看完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所以我立刻就下单了《不露》 这本书我现在真的期待直拉满 看它要不好看的话呢我就做一个吐槽视频 反正怎么都不会亏我觉得 最后这本是《莲城三季岩》的《一朵杰梗花》 这本书真的可以说大名鼎鼎 我在B站跟视频以来 给我推荐最多的一本书就是《一朵杰梗花》 别的up主都是给你们种草 我呢是被你们种草 而且在下单这本书的时候 我发现这本书是新京出版社销量最高的一本书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期待了 好了以上就是我双十一的购书清单 不知道你买了什么书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弹幕去跟我留言分享 哈喽我是欢欢 其实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购入新书了 那趁着双十一的话我打算买两本 第一本呢是《各剧魅影》 其实这个故事我已经看过由他改编的电影和音乐剧很多遍了 主角魅影呢是一个孤独又自卑的黑暗幽灵 常年佩戴的面具之下 其实是他的难以言说的痛苦 可是他的嗓音里啊 却藏着一位不计偏才的深情 在这个故事里那洁白的婚纱 他诡异的镜面还有蜡烛啊小人偶啊这些异象都经典极了 那前两天在网上闲逛时我看到了原来这个还有原著在卖 我也想看看我读完这本书以后的感觉会不会产生什么新的想法 那另外一本呢是沐昕老师的诗集 云雀叫了一整天 我以前只是在网上看看沐昕老师的诗 虽然也有摘抄 但是毕竟没有排纸黑字的触感 总觉得离这位老爷爷还是有些远 嗯也少了一份虔诚 那希望我们都能够在互联网时代 保持一份诗意和善意 记得早些少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小炮双十一到了 要给大家晒一下我的当当购物车 是24本 24本里头呢 我数了一下应该只有五本小说类虚构类的 然后一本是图像小说类的 注鉴它是图像小说比较特殊 它是把鲁迅的一个经典作品做了一个图像化的改变 并且乌鸦看完之后也说很中草很不错吧 要不然这么贵的书 谁能这么当机立端的买吗 当然主要大家评价都很好嘛 然后上下的这个非虚构类呢 首先就是创作者的一天 东京本屋 任时电影 花衣摩底手 企鹅经典的小黑书特辑 我是漫画家 然后村上广播 书店不死 下面最后这个里头的三本 就迷人的怪物啊 柏拉尼奥的肖像 包括说雷蒙德卡佛的访谈录 迷人怪物是我这次最期待最想买的一本书 最后剩下的几本是一个女性天才系列 女性天才系列里面就是很多女性的作者 比如说阿特伍德啊 然后再加上比较熟悉的我知道的杜拉斯 苏珊桑塔 苏珊桑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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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作者的我也还挺感兴趣的 好 然后这个购物车的分享呢 就是潘涅就到这里 嗨 大家好 这里是猫耀 其实这次双十一也没有打算要买太多的书 因为看过我视频的人知道 平时我这个手就没有停过 就不停的再买买买 所以这次双十一呢 就只是把最近种草的一些书 想要买的书收回来而已 套书的话其实只有两套 一套呢是追忆四水年华 另外一套呢就是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 不得不吐槽为什么这种专业类型的书 它打折打得这么少 然后其他的呢就都是一些单本的书了 比如说像《成年人的缓缓生活》 还有《海边的房间》 《他们》 《爱丽儿》 还有《明智的孩子》等等 这个《赤架案例》的书 有《在西瓜堂里》 《灵魂兄弟》 《真图基》和《不安之夜》 就基本上这一些吧 然后分虚构的书呢 这次买的也不太多 完全都是自己喜欢什么类型的 然后就去买一下 一本是《关亚基》《印第安编年史》 还有一本是《印度青年狂象序》 还有一本是《精英的奥曼》 就基本上就是这样 就总体来看 其实我觉得还不是很多 然后这其中有没有你喜欢的书呢 然后欢迎告诉我你想要看哪本 然后我跟你一起看 我们就共同阅读 然后共同探讨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Grace 双十一的图书购物清单 有两本书是我特别想买的 有一本呢叫《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 这本书其实去年我就已经加到购物车里了 但是后来我把它给忘了 今年呢 因为在看那个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 我就看到史航老师推荐了这本书 当时呢他就说 与其你去看一些经营管理类的书籍 你不如来看看这本《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 因为其实像动物园这样的一个生态啊 你想真正把它运营的非常的健康 就是要又有秩序又有自由 它就跟企业的管理是特别相似的 我就特别想通过跟着这个《作者花石》 去到全中国的各个动物园去逛一逛 一方面了解更多的 关于动物园和动物们的科普知识 另外一方面呢 也找回一下自己为数不多的童心了 然后还有一本我特别想买的呢 叫《这里是中国》 我相信可能在最近两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真正的意识到了说 咱们生长在中国的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是一件特别幸福 特别幸运 或者说至少是特别有安全感的一件事情 但是啊 我发现我好像不太了解自己的祖国 所以我特别想看看这本书《这里是中国》 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一些地理知识 人文知识 我们的中国特色 以及我们中国的一些非常强大的生产力建设 当然了 还是因为这本书 其实它本身也不是特别的便宜 所以呢 能够在双十一这样有活动的时候去购买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划算的选择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你们的小韩 接下来呢 我们就换个角度看一下购物车里有哪些书吧 首先第一本就是《毛母传》 还有就是《精神科的故事》 《遗案》里的中国史 赶紧看一下 它里面有一些历史上的悬疑案件 雍正暴毙之谜 龙骨的秘密 《晚明三大暗谜团》 《太平天国的宝藏去哪儿了》 《寒信之死一斗重重》之类的 听起来就特别吸引人 还有这本《中国的神兽与恶鬼》 《少年胭脂与灵怪》 然后这个《他们的传奇》是后浪的 《中国的海贼》《海外中国研究》 因为我这本是城市里的陌生人 讲的是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利与社会网络的重购 然后这个《记忆的性别》 《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 这本在我加入购物车之后 它就不怎么搞活动 这一次终于搞活动 然后买掉它 《迷路云》是沈大成的一个新书 什么也别说 这本书据说是很好看的 那个计时作品 这个是《肉侍者不笔》 这本随笔吧应该是 《朝鲜战争》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就前段时间那个《长津湖》特别火 所以就想了解一下《朝鲜战争》 就加了这本 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 《知深室内》是最近挺火的一本书 接下来就是《季风吹拂的土地》 《故宫三书》 然后接下来的这三本是梁氏秋的 《散文》《合集》三本一个系列的 《海明威文集》 因为我对《海明威》这个人 确实是挺感兴趣的 他又是水手 又是作家 然后又是士兵 还当过间谍 这一生应该是有挺丰富的人生经历 所以就想买他的全套 然后接下来是《金色笔记》 《日本营造之美》这个第二集 《暗影》是《居水月在手》 那个纪录片的一个导演 陈传星 他的一些电影感想 还有这本《有生之年》一定要看的 《一零零一幅画》 美股市长这个是托卡尔丘克的 那个长篇小说 然后接下来是《伟大的博物馆系列》 这个是《十七到三十一卷》 然后一到十六卷 我已经拥有了 这次就想补齐 接下来就是《汉清堂的内战智商》 这个就是年轻时候夹的 就是为了想入汉清堂的全套 接下来是《此时此地》 《马格南街头摄影经典》 《丝绸之路文化丛书》 我选的这个是历史篇 《天山女神》 《帝国斜阳》 《大清王朝的衰落去线》 我对《清朝历史》 比较感兴趣 就买了这个 然后接下来是《叶嘉宁讲诗词》 就提升一下自己的艺术气质吧 以上就是我五十七本的购物车 你有喜欢的书 或者种草的书吗 其实我双十一期间买的不多 我刚刚翻了一下我的订单 其实就在《多抓鱼》上买了两单 因为有一些书已经绝版了 像这个《南方》 我就一直在等 等到它有货 然后就锁定 因为我今年一直在读一些国内原创小说 我想看看他们写的怎么样 所以又买了孙医生的最新的小说 《夜游神河》 他比较早的一本小说 叫《你加龙又多少回》 然后还有一本是《早春》 另外还买了一本 《理想国》出版的M系列的书 另外一本是我等了好久再多抓 因为已经绝版了 就在等十一高尔顿的微学事件 然后当当上买的其中两本 叫《高密者和名誉》 这两本书是巴斯克斯的书 其实我这次买的书里面 最期待的是这两本 一本是《寒冬的奇迹》和《人工呼吸》 所以这些书就是我今年生时期买的 并不是很多 而且很多都是在蹲了很久的旧书 希望今年可以先把这两本书读完吧 其他的书我觉得今年 读不读完也没有关系 种草完毕 你们是不是已经感受到 一波又一波的芳草的清香呢 感动不感动 感动的话就给一个鼓励的三连吧 下次书荒还来找光妹啊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你们的小韩 这期视频我们直接说重点 我跟猫佑还有塔塔还有小炮 我们四个女人干了一件对自己特别狠的事 这个事要从塔塔的抽奖箱说起 看我塔塔视频的人应该都知道 它有一个抽奖箱 然后这个箱里有50个球 每个球里面都有一本书的封面 塔塔每个月的月底 会从这50个球里面抽五本书 作为下个月的必读书目 然后他就跟我们说 他说这个抽奖箱太好用了 劝我们每个人都买一个 所以我跟猫佑还有小炮 我们三个就一人买了一个抽奖箱 然后后来呢 就觉得自己给自己抽太没劲了 所以说就决定我们互相抽 我呢是给塔塔抽 然后小炮呢是给我抽 小炮呢已经给我抽完了 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的五本书 下面呢就轮到我来给韩总抽出 他下个月要看的五本书 这个球园里面放一会 一本 毛母的这本 我也超级想看毛母这一本的 说不定下个月可以一起看 第二个 两全其美 看起来应该是个小说吧 两全其美 晃一会晃一会来一本社科 哦 陈音真的照难动 感觉都挺小的 这是什么 这个是朋友之间 朋友之间 朋友之间 最后一本 最后一本 最后一本可傲读了 笔 我给他抽的这基本也太好读了吧 不用谢哦 首先第一本 是这个 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 这个呢 是毛母短篇小说全集的第一本 它是理想国出的 理想国这个系列应该是出了四本 我在年少无知都不知道清醒指示什么的时候 就入了三本 其中这个就是其中一本 其实这里面的故事呢 我看了一下目录 嗯 我大概是读过三四个故事吧 是在 萌姆的另外一本书 《夜之震颤》里面读的 我在读那本书的时候 我还挺喜欢它那里边的故事 所以说我对这本书也挺期待 虽然说很厚 但是我感觉应该挺好读的 接下来的一本是这个 《两全其美》 作者是梅尔梅洛 然后这本书呢 它是有十一个短篇故事组成的一本书 也是小说 小炮真的是对我太好了 接下来的一本呢 是这个作者呢 是陈云珍 陈云珍呢 他是一个台湾作家 然后这本书应该是有三本的一个系列 这个是赵亚弄 还有一个呢 是夜行货车 还有一个将军族 这三本我都入了 然后抽中了这个赵亚弄 其实我还挺期待的 就当时陈云珍还挺火的 这个风特别大 所以说当时我也是买了 但是一直都没有时间读 这本也是一本小说 是一本短篇小说的合集 很期待 接下来的一本书 是他们看过之后都推荐的一本书 就是这个《B》 它应该是一本恐怖类型的 推理类型的小说 也是小说 太幸福了 这本书呢 是史上第一位日本恐怖小说大奖和江户川乱不奖 双料得主的成名作 作者呢 是曾宫归介 就是他的成名作 这个作者其实还挺出名的 然后这本B呢 据说比较恐怖 我对这个类型 就是恐怖类型的这种书 就还挺挺害怕的 但是又是推理又很期待 所以说就是又怕又期待的这本 接下来的一本不再是小说了 是一本书信集 叫做朋友之间 这本书呢是汉纳阿伦特和玛丽麦卡锡的书信集 书信集应该也挺有读的 这个汉纳阿伦特呢 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然后玛丽麦卡锡呢 就是当代美国的重要作家 很厚 但是书信集应该挺有读的 我就怕他翻译不行 等我读完之后 我再给你们散会 以上呢就是小炮给我戳了五本书 有四本小说 一本书信集 我真的是太开心了 特别幸福 接下来呢就是给塔塔抽书了 我们抽奖箱已经准备好了 球也准备好了 在这之前 我们要先擦个手 消消毒 有点仪式感 好 要先摇一摇 第一本 如果是抽中我有的 咱们俩就共赌 是这本 张爱玲的新书留言 据说这个封面杀自己设计的 这本书还挺喜欢的 第二本 现场直播啊 如果是抽到难读的书 我是不会放放回去的 第二本是 王尔德的这个道林格雷的画像 哎 这本书可以共读 这本书我有 第三本 我天哪 我真的是对你太好了 第三本是余华的活着 不过这个活着 你居然到现在都没有读 真的 你错过了很多 这本特别好读 但是很苦 接下来的一本 这本书 就不能来本射歌 真是 公其俊的龙猫的架 龙猫的架 你这手气真的是 我就不该擦手 接下来的一本 天哪 阅读是一所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这本书也很好读 这本书我有 我们可以共读 好了 以上就是我给塔塔抽的五本书 我对他太好了 我天哪 感谢韩总包选书 大家看一下我9月要读的这五本书 得有哪些吧 第一本是张爱玲的这本《流言》 这本应该是一个散文随笔集 这是新青年新出的版本 里面还有一些插图 《流言》这本书我真的很早就想读了 之前买了一套张爱玲比较旧的那一套全集 一直想要读完 但是一直没有读完 那这些机会就可以把这本《流言》给看完 那还有一本也是我买了很久 一直想要读的书 对 我还没有读过余华的活着 余华我读的书不多 只有读了一个短篇小说极限是一种 还有它的新书《文成》 那这本活着真的太有名了 我也是怕我自己看完了会受不了 所以也感谢小韩帮我把这本书给抽中 这样我就有机会把这本《活着》看完 然后还有一本《水三观卖水击》 希望我看完这本《活着》 还有力气去看那一本 这次小韩给我抽的书都还蛮经典的 下一本是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 这本书我也是一直很想读的 下一本非常经典的这本书就是《毛母的》 我阅读是一座随身结代的避难所 这本应该是一个毛母关于文学的一个读书随笔 里面有这个怎样读书才有乐趣 怎样的人写出怎样的书 我还蛮感兴趣他写 就是《唐吉赫德》的 这本也是好评如潮的书 那还有一本真的非常感谢小韩帮我抽的一个绘本 算是一个绘本加随笔的结合体 就是宫崎骏的这本《龙猫的家》 这本是新经典出的 里面有很多配图 还有一些宫崎骏的手稿 然后里面还有他的一些随笔 就还挺好读的 那再次谢谢韩总帮我抽了这五本书 我会好好的把它们读完 大家好我是塔塔 今天我要给猫又抽他的九月代读的五本书 他的书当我看了一下 有很多书都可以共读 那我们来期待一下到底是哪五本书吧 首先第一本 一本诗集 属献献的夜 第二本 哦是一本韩国文学 这个杏仁 这两本都很好读 这是什么呢 这是《寂寞的游戏》 这本我已经读过了 第四本 是川端康城的遥远的旅行 这四本都真的很好读 希望来一本社科的 最后一本 什么 这本我不太认识 这本是我们内心的冲突 那期待猫又这五本书的读识反馈 也祝猫又九月月读愉快 拜拜 谢谢塔塔 真的是亲姐妹 亲姐妹都没有语气 这期塔塔给我抽头书 在我来看应该是超级好读 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这几本书 首先是这本书星星的夜 其实之前在开箱视频的时候有聊过 它是一本诗集 这个作者已经去世了 然后而且他生前的时候应该就是都生活的比较苦的那种 所以这本诗集可能读起来会不是很开心 刚好我想要读世纪 诶非常棒 然后下一本呢是这个杏仁 也是之前在开箱视频里没有读过 它是张某汉历剑的一本书 当然张某汉在基本上已经射死了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说因为他射死了 所以就他之前推荐过的一期 我们都认为是不好的 这本杏仁到底好看还是不好看呢 回头看完之后再跟大家讲 然后接下来呢是这本寂寞的游戏 这个寂寞的游戏呢是后来华语文学院里面我最想看的一本 对作者是原则生 这本书为什么最想看但是一直都没有看呢 就是因为看过的人跟我说这本书特别的治愈 就是就会让自己整个心情都很荡很难过的那种 然后作者他没有人跟我说说看过这本书之后 就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作者会自杀 而实际上这个作者确实是自杀 所以这本书还是需要鼓起勇气去看一下的 然后下一本书呢是遥远的旅行 这个其实之前在开箱的时候也跟大家聊过 然后这本书其实我还挺感兴趣的 因为之前小韩有问过我们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书中的人三观不正 那么会不会影响你对这本书的评价 他当时之所以会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看了这本书 然后我个人呢对于文学作品里面的三观 还是持一个比较宽容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所以我想看一看这本书里面的三观 我到底能不能够接受 然后最后一本书呢是一本心理学的书 叫做我们内心的冲突 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个长销书了 因为它应该已经卖了两千万册了 就一直在卖 可以说是读心理学必须要读的一本书 然后这本书其实我最近刚刚也很想读 他讲的呢真的像他的题目所说的 就讲的是内心的一种不断的矛盾 不断的冲突 是如何通过这种冲突 最后进行一个自我和解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自己就经常会这样 就这几天的时候会特别特别的想自律 然后自律了一段时间之后 又会觉得啊为什么生活这么苦 我好像躺平 然后躺平了两天之后就会觉得 自己怎么这么不思上心 一点都不自律 然后就感觉自己好多的事都压了过来 整个人变得特别焦虑 其实翻译过来就是整个人特别的拧板 然后这本书呢可能就会很好地解决 关于我拧板的问题 到底能不能解决呢 等我把这些书全部都读完之后 再告诉大家 那我看现在我们开始要脱了 第一本 罪与罚 恭喜小胖老师 第二本 你看这是什么 弗兰德镜子 哎这本可以共读啊 第三本 第三本 世界尽头的咖啡馆 这本挺熟的 第四本 第十二页 这是二比亚的那一套 最后一首 来个社科 好了 最后一本 烦人之心啊 都是个大骨头 恭喜小胖老师 毛友给我抽的五本书呢 都从我的书架行找下来了 首先这本 最语乏 我虽然今年看了卡拉马索夫兄弟 但我是没想到这么快就会在这个月安排最语乏 而且这个月我还要看 他给我抽的这一本 烦人之心 你们看一看这个厚度 这只是亲姐妹抽出来的书 但烦人之心 我真的想读超级超级久了 就是大概这半年吧 我就一直在犹豫 谢谢毛友帮我做这个决定 弗兰德镜子呢 这个据说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故事 我之前还是看毛友的视频种草的 我诚挚的邀请他下个月跟我一起共读 然后世界镜头咖啡馆呢 据毛友说看完之后会有一种充满能量的积雪感 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 最后一本就是这个 第十二页 哦有点反光 第十二页是我之前跟你们讲过 我买的那一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的那套 莎士比亚超级精美的 今年我不是想看莎士比亚吗 所以冲出这本我还挺开心的 嗯 除了两本比较厚的之外 剩下的还是挺不错的吧 不知不觉呢 2021年已经进入到最后一个季度呢 在日历本上呢 过去的日子已经有这么厚了 剩下的日子只剩下这么一小达了 我呢 已经开始为明年的什么读书计划呀 手杖啊乱七八糟开始做准备了 比如说我也已经提前的准备好了 明年我要使用的日历本 今年我用的呢 是企鹅书店的这一款 然后明年我给自己准备的就是这个 大英图书馆的这一款 然后他这个日历给你们展示一下哦 就是是这样 然后里面每一页呢都是一张图片和日期 上面还带一个小的二维码 这个二维码呢扫完之后呢 就能够看到这个图片背后的一些小故事 听起来还是很长知识的 虽然我非常清楚 我肯定不会按照计划中的那种一天一夜 一天一夜老老实实的扫来一看 虽然已经开始为明年做计划了 但是今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呢 依然是想给自己好好的收一个吻子 所以在今年的最后一个季度里头呢 我塔塔小寒猫又呢 依然是使用那个抽奖箱 给对方从50本中呢抽出来10本 来列入到最后一季度的代读 哎那这个季度呢是塔塔来帮我抽的 他到底帮我抽了哪些呢 让我们来通过这个视频了解一下 接下来我要给小包抽他的10本书 我看了一下他的书单 最后的那本应该就是沙丘了 希望我能给他抽中 第一本 大书特书 第二本 让我独自一人 这两本书我都没有见过 第三本 啊我喜欢的雷蒙德卡佛的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谈论什么 第四本 第四本 这本真的是太水了吧 书店时光 这本翻翻很快就能读完的 第七本 沙士比亚的离茶二世 下一本 小化西油 还差最后两本一起抽出来吧 就他们两个啦 有没有沙丘 这本是建物 是AIS巴格特的 还有最后一本 嗯 不是沙丘 是世界杂货店 啊我感觉我给他抽的这十本 太好读了吧 嗯那就这样吧 毕竟他是上一个月挑战了烦人之心和醉与法两个大不头呢 那就这样吧 拜拜 塔塔帮我抽的书呢 已经从我的书架上找出来了 然后我放在我面前啊 四本呢是相对来说不那么故事性的 六本呢是故事性比较强的书 综合来看还是非常好读的啊 首先这本呢是我最想读的 叫大书特书 这个书我刚买不久啊 我是看桃子的视频种草的 这个作者呢本身就是一个读书的狂热爱好者 他老给自己设置一些读书挑战 比如说闭着眼从书架上摸一本书 哎你等一下 闭着眼从书架上摸一本书 这个挑战其实不是特别大呀 因为你摸的时候是可以摸出薄厚的呀 哎我之前听的时候我觉得挺有挑战性的啊 现在那么一想就摸薄的呗 也没有什么风险啊 反正这个作者就有很多那个 跟读书啊 爱书相关的一些小事 哎然后我就特别喜欢看这种东西啊 然后所以我就入回来了 叫大书特书 如果好看的话到时候我告诉你们啊 然后接着上书店时光 是书店相关的一本书 我就特别喜欢逛书店 我估计看我视频的你们 也应该挺爱逛书店的 要不然不能点进来看啊 然后所以这本就自然而然嘛 因为书店所以买的嘛 然后小话西游是刘伯的 哇刘伯去年的那个司马迁的记忆之一 我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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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喜欢 你们能感受到我的强烈不 就是大家一定要去找来一看 无论你是历史小白还是历史小白痴 比如像我这样 你都可以读懂 并且get到历史的有趣 然后小话西游肯定讲的 就是跟西游记相关的一些故事嘛 四大名著呢 你们看过几本 反正我是除了三文演义之外呢 剩下三本都上学的时候 就胡罗吞澡的翻完了 我都觉得不能叫看吧 就是翻完了 然后说到这里我就忍不住叨叨了 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小时候啊 有一次放暑假还是寒假不记得了 应该是暑假 然后呢 我爸去学校开家长会就期末的时候 那老实说再去做夜市看完西游记 然后那个西游记 我爸就把这个任务当真了 他要求我每天晚上在晚饭的饭桌上 给他讲两张 然后但是那西游记我就不明白 那四八名著就对于那个初中小孩来说 真的能读懂吗 那不都闻也闻吗 我就是真的看不明白 所以我每天呢都跟着这个电视 看两集电视剧 因为我都在我奶家 我爸也抓不着我 然后我把那个电视剧的情节 讲给我爸提个一遍 然后也就这么糊弄完了一个假期 我爸还挺满意 觉得他任务完成的挺好 但其实我是把那个电视剧 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 然后小话西游就是小时候 就看一热闹呗西游记 大了之后我看过老多解读了 是什么西游记其实本身是个悲剧 不知道刘伯咋写的 然后盗窃是读库的哲学系列 就是哲学吧 我感觉可能就真不咋适合我 这套书呢它的设计呢 或者它的选题就已经非常有趣了 但是我看过那一本呢 我觉得也是挺难读的其实 反正这本就是抽出来的嘛 买都买了嘛 肯定是要硬着头皮给他看完的 别看他可不好读了呢 然后小说类的哈 第一本 诶 这书这么轻 就是我看乌鸦的那个视频 种草的 我知道它挺轻的 但我还是拿起来的时候 给我晃了一下 是一页的这个 让我独自一人爱的剖析 非常精美的一本小书 有医水仪 一页家出书 是真的非常的精致啊 拿在手上 它这个书挺薄的 其实就是跟那个爱情像三观的一个书 它那个塑封上面贴了这么一样纸 然后我撕下来放在我的书页里头 叫 读白书写的经典 二十世纪女性文本的里程碑 百年来数度在版 几代读者情感共鸣 然后反正就是跟爱情像相关的一个读白书 到时候再说 然后这个理查有点反光 理查二世沙士比亚全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这套书我已经看了两本还是三本了 本本都觉得非常非常值得一录 沙翁的这一套 哎对呀我当时怎么没把沙士比亚那一套 加入我泡沫杯的那个读书活动的代选 啊 然后把沙士比亚这一套今年我肯定是读不了 完了但是这个版本真的强腿 就是天津人民出版社什么纸质啊 装针呢 然后包括说翻译啊 包括插画 包括说最后的那个就是解读 我觉得都是完美的哈 无可挑剔 好 然后这个是新经典家的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 我们在谈论什么卡佛 是塔塔特别喜欢的一个作者 他给我安利过超级多次 他说大教堂里头有一篇叫洗澡的 跟这个里头这个洗澡的故事是一样的 但是大教堂那个里头会更全面一点 因为卡佛其实他不是属于叫什么极简大师吗 但是卡佛自己本身是特别不喜欢别人叫 他极简主义大师的 因为他说他好多故事本身不是那么极简 是他的编辑呢 帮他删掉了 就是为了展示这个风格和人设吧 那所以我估计那个大教堂里的洗澡 比这个长 就是因为可能编辑删的少 如果这个看完之后我喜欢的话 我就跟塔塔借一下他那本大教堂来一看 他肯定会借给我的 然后这个镜物就是拜厄特女性四部曲吧 其中的一本女性主题上的书我还是比较喜欢看的 然后有没有看过这个拜厄特的那个四部曲里头 你们有没有看过觉得哪一本比较好看的 我看那个巴别耙得有这么厚吧 所以就迟迟没开展 从镜物开始看一下的话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本是夏日 这字你们认识吗 赤处 太有文化了 一点也看不出来 是录视频之前现查的 赤处是啥意思呢 就是慢慢一会儿走 有点犹豫的那个感觉 然后夏日赤处 就夏天在外边散步呗 虽然现在已经是秋天了 我都穿长袖了 然后他这个故事呢 我搜了一下 特点就是苦 非常苦 然后里头是什么 充满了血泪伤痕 我还挺喜欢看这种虐心向的故事小短片的 然后最后一本呢是世界杂货店 科幻小说集 你们觉得看科幻必须要看的一本是什么 就不能错过的那种 我去年有一段时间 还有今年都在补一些科幻作品吗 然后实在是觉得那个特别的对我胃口 然后我就问了群里的一些小伙伴 让他们推荐几本给我 这个是我忘记谁推荐给我的 说特别好读 就是不容错过的那种 26篇 应该是短篇小说类型向的 这个世界杂货店 好 这十本呢就到这里了 2021年的最后一个季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给自己列什么 读书小计划 无论你是参加泡沫杯 还是自己给自己抽抽球 或者是怎么的 都行啊 然后大家在2021年也要坚持读书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各位亲友们好奇问一下 7月份你们有看过一本喜欢的书吗 如果有请把书名打出来 没有请过1 那这个月我们有做一次读书群和读书UP的 接力见书的直播活动 哼 你们是不是不小心错过了 不过没关系啊 没关系 视频给个三连就好 那光美我呢 就特意将两个小时的直播 稍稍的浓缩了一下下 快点点赞签收吧 各位光明森林club的朋友们好 我是王小炮 今天给大家推荐两本书啊 第一本呢就是这个 叫做时间熊镜子虎和看不见的小猫 它是今年文景新出的一本新书 其实我更觉得它像一个什么东西呢 叫神奇动物在哪里的图鉴 里头全是很神奇的动物 它其实你看名字就能看出来 它还是挺偏向于童话的 但是我一直觉得 童话是不分年龄的 就不是说只有小孩才能看 它这本书呢有两个创作者 第一个呢就是写文字的这个人 他叫做范叶 其实大家应该是听说过哈 他是写书的就是作家 还是北大的一个教授 同时呢他还是译者 而这本书的画呢 就是另外一个人叫做顾湘老师 他特别有意思啊 顾湘他的那个微博ID认证 叫蒙宠博主 然后他同时呢也写书 他在理想国应该是有两本 好像是赵乔村和在俄国 都是他写的 他同时呢还画画 就很明显嘛 因为人质书里的画都是他画出来的啊 但他的画风就是这种非常Q 就很可爱 而且颜色也很清新 很有童真的那个气息感 然后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个小动物啊 不动熊 哎他为什么叫不动熊呢 就不动就是一动不动的那个 木头人的那个不动啊 就是他害怕他一动 就会把什么梅膏花的花瓣啊碰掉了呀 就会把天上的星星啊给吓到了 就全是这种特别特别童真的一个感觉 但你把这本书合上的时候呢 他这个书的最后一句呢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他说欢迎你回到安全无害的 这个庸长的世界里 哎就是你看完这句话 不是把这个书合上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就是从拿在手上的感觉呀 画呀文字啊方方面面啊 都特别的有设计感 我就很喜欢 这是我上半年遇到很惊喜的一本书 故事便利店 他这个书呢是洛以军老师 写了40个有主题性的小故事 这本书有好多种读法 首先第一个读法呢 就是你可以把它单纯的当做一个故事来读 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看过什么阿衰的那个漫画 就有点像衰仔日记 这是第一种读法 就是咱就看了40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第二种读法呢 你还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蕴含一点人生道理的预言故事 他这个书的最后呢 会有一个叫小的结语 他是用那种特别可爱的口吻 就是你现在已经看过了我讲的这么有趣的小故事了 那你现在有没有学到一点什么小的道理呢 就有点那种感觉 第三种读法呢 他说现在经常有时候会问他说 你能不能教一教 我怎么才能写好一个故事 因为讲故事的能力越来越重要了嘛 他说你可以通过我这本书 诺语君老师呢 他就边教边写这个故事 你呢就边看边乐边学 诶就这么一个事 这是第三个了 最后一个是这本书让我最喜欢的 就是我呀 其实特别喜欢别人给我种草 我在这本书看的过往中 就边看边下单 边看边下单 他把你想看的所有东西都给你融合到一起 然后又完全不枯燥 这是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本书 这本书其实昨天的视频里面就有给大家推荐 就是这本有花生 有试花生的寻常的一天 后来我就一口气把它看完了 主要是中间有一些篇目跟那个他只说是的那本是重复的 就如果是你一定要买一本的话 如果为了买一本划算的话 我觉得这本的话还是会比较推荐 因为简单的原因就是它的片目会比较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之前发的关于雪莉杰克逊的视频 我在那条视频里面说他是一个恐怖小说家 如果你读这本的话 你可能不会觉得他是一个恐怖小说家 可能会比较像暗黑版的门罗 就是门罗一般都是在讲主妇 在讲女性在家庭环境中面临的困境之类的话题 然后这本比如说女儿跟母亲的关系恶劣的那一边 比如说一个主妇在家庭里面所面临的POA她的丈夫 跟很闹腾的孩子的那一面 大量的片目其实是基于生活本身的恐怖 没有鬼没有神 但你看完之后就会觉得怪怪的那种感觉 我还蛮喜欢的 刚去咖啡馆坐一下 然后看完了这本《偶像诗歌》 就这本超级短 就我本来想打开翻两页 后来就一杯咖啡的时间就把它看完了 大家有追星吗 大家是饭圈女孩吗 因为我自己不是 所以我没有什么这方面的体验 我有朋友是阿拉西的粉丝 所以就从她那里了解了很多二手的饭圈女孩的信息了 这本里本她算的那个idol 后来她们的团也解散了 就可能会蛮有代入感的 如果你是个饭圈女孩的话 就即便我不是一个对饭圈有了解的人 我读这本小说也读得非常非常的愉快 因为她的整个语言又让你读得很舒服 而且她对人物的心理活动的描写 一秒钟就可以代入进去 而且非常的感同身受 并且我读到最后的时候 发现她其实并不是在讲 你是否要去有一个idol 或者要崇拜偶像这件事情 我觉得她讲的是其他的事情 但是具体是什么呢 下次做视频再告诉大家 我是来自十五群的晚宴里 就是光妹问我要推荐什么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就是一定要推荐诗歌 因为我们的生活太需要诗歌了 我第一次知道余秀华 是在《苍枪三人行》这个节目 她在里面有讲她不太喜欢媒体给她贴 《脑瘫世人》这个标签 因为她那个脑瘫是小脑的问题 只是走路不太平衡 对她智商的影响没有很大 所以她就吴亦博这个眼球 她在节目里还读了一个 我推荐的这本书里的第一篇 叫做《我爱你的一首诗》 我爱你 爸爸在活着 每天打水煮饭 她读完之后她说 她觉得她的声音配不上她的诗歌 仿佛是她的那个灵魂 受住于她这样不堪的躯壳吧 然后当时那个主持人邓文涛 就说了这样的话 其实每个人不管天生是什么条件 人在起跑线上本来就是不平等的 但是每个人都能活出 属于她自己的一个生命 当她真的活出这样一个生命的时候 那她的这个生命就跟她的各方面条件 是相互配合互相闪光的 所以她在读这首诗的时候 她的那种喉咙拉扯的乌厌感 是来自她生活的那种乌厌感 那她落在笔上的也就是自然生发出来的内容 她那种实而粗粒实而细腻的文风 感觉就合成了一个雨修华 就像读一下她那一篇 茶叶轮换着喝 菊花 茉莉 玫瑰 柠檬 这些美好的事物 仿佛把我往春的路上带 所以我一次次按住内心的雪 她们过于洁白 过于接近春天 在干净的院子里读起你的诗歌 这人间情世 广乎如突然飞过的凉雀 而光阴讲解 我适宜感尝尽 梁文道也有讲过 她的诗其实是主题很丰富的 不仅有讲爱情啊 还有一些德国式的哲思 其中对逻辑啊 还有对生活那种细细的眼眸 也是成途成心的感觉 读诗吧 现在我觉得是一个需要诗歌的时代 大家好 今天我想要介绍的书是《强风吹拂》 它的作者是三浦子院 他同时著有这个编周记 这两本书都有制作成番剧 在B站上可以观看 那我今天想推荐的这个《强风吹拂》 它讲的是奔跑的故事 来自宽镇大学的十位大学生 组成的杂牌长跑队 在队长的带领下呢 去参加日本最悠久的长跑接力比赛 它是日本每年在正月期间 会举办的 往返于东京到香根大学站 共217公里的一个长跑接力比赛 它的直播的收视率 近十年以来都达到了25%以上 相当于我国的这个春晚节目 虽然我不看春晚 但还是说明它非常受到瞩目 那书中的十位大学生呢 他包括这个田径队的逃兵 刘吉生 黑人留学生 从乡村来大城市读书的孩子 双胞胎等等 就是各式各样的人 他们有的人呢 刚开始参加这个比赛 对规则都不是很清楚 甚至一半成员 都没有这个长跑的经验 但是为了这一个比赛 备赛参赛全力以赴的过程中 他们十个人都得到了不同的蜕变 他有一个非常励志的话 我相信应该有一些大学生是经历这个体测 八百一千米这个噩梦 就直到长跑这个项目 虽然你练习可以提升 但还是很靠天赋的 天才总是少数人 其实我们努力也可能达不到他们的那样速度 即使再累也可能无法企及到他们的高度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做 我觉得意义就是书中有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打动我 叫做长跑的目标 不是为了更快 而是为了更强 我觉得大家通过阅读这本书 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那希望喜欢跑步的同学 可以看一看这本书 不喜欢跑步的同学 更推荐你看这本书 看完说不定你就喜欢上了跑步 我推荐的这本书 叫做星期四喝可可 然后他的封面是长这个样子的 这个作家 他是近年来日本特别炙手可热的一位 宝藏系的治愈系作家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过 你生活当中那些来最陌生人的 点点滴滴的温暖 然后还有那种所谓的命中注定 就是你喜欢的人也喜欢你的这种事 就是如果你对这样的事情比较感兴趣的话 或者是说你生活当中遇见过这样的事情 那其实我觉得星期四喝可可这本书 它写的就是关于你的故事 就这个里面它一共是有12个短篇故事 但这12个短篇故事呢 最后它会穿连成一个非常完整的 感人的治愈的清新的长篇故事 这是很多小说都没有的一种独特的写法 这也是青山美智子老师最大的一个个人特色 关于这本书它有一个主题 就是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 拯救了他人也被他人所拯救 正所谓这个地球是圆的 缘分是圆的 大家的人生是圆满的 其实读完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这样的 我是觉得我自己活得非常的幸福 然后读完这本书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幸福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最喜欢这本书的一个片段 就是在开篇的时候你们发现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 但是在这本书的最后 有一个女孩给一个男人写了一封信 但是这个两个人他又是谁呢 这就给大家留一个悬念 只有当你看到这本书的最后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这封情书是写给谁的 我给大家念一段话 然后也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 当你遇到你生命当中特别重要的那个人的时候 你也能勇敢的向他说出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向他表达你的爱意 在喜欢的地方欣赏喜欢的美景 看着自己喜欢的人和他说喜欢的话 至今为止 对自己日思夜叛的心愿 我总是有一种不可名望的不安 可如果不趁势勇敢前进 人就会永远止步不前 甚至可能愿望还没有实现 心境就变了 今后我想和你一起看漫天飞舞的樱花 看初春嫩芦的心芽 看鲜艳似火的红叶 还有一尘不染的白雪 我想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 也想听你讲讲你的故事 我想和你一起聊星河般遥远的梦想 也想和你画稀松平常的琐事 我想和你说的话 还有很多很多 希望这样一本清新治愈的作品 能在让大家饱受疫情困扰的时间里面 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那些幸福吧 今天介绍两本书 我先从这本比较薄的开始说 就是科塔萨尔的《万火归衣》 科塔萨尔这个人 他本身也是 拉美文学爆炸当中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作家 这本书呢 里面一共是有八个故事 就可以说是 每一个故事看完之后 都觉得特别过瘾 我就先说一下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故事吧 大家呢 也可以通过这个故事的感觉 你来自我感受一下 喜不喜欢科塔萨尔这样的一个风格啊 他有一篇故事 叫做《南方高速》 讲的就是一场大堵车 就是说在周日的下午啊 开着这个标志404D工程师 他要返回巴黎去 结果就堵在了茫茫的车流当中 一同堵在这儿的人 还有很多很多 逐渐他也跟附近这些同样堵车的人 都熟悉了起来 但是科塔萨尔从头到尾 都没有和我们交代 这里面任何一个人叫什么 全部都是用车的名字来给他们命名 结果没想到这一堵 就是很长很长时间 这个堵车的时间长到 我们的标志404 还和旁边一个开王妃的一个女孩子啊 还这个产生了一段情感的关系吧 这个女孩子还怀了孕 但是呢 就在我们的标志404的这位工程师 她开始去畅想 下了高速以后 我跟这个女孩要去拿拿拿 然后要跟她怎么去共度余生啊 要怎么去生孩子的时候 车流忽然间动了 也就是说 在堵了可能几个月 科塔萨尔故意模糊了这个时间之后 我们已经完全沉迷在堵车的幻象之时 忽然间 车流开始快速向前走去 这就是这个叫做南方高速的故事 如果说你非常喜欢拉美文学 就带点那种魔幻现人主义被告的东西啊 那这本书你一定会喜欢 这本啊 是卡尔萨根的宇宙 它是一本科普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一听见科普 就怒退直播间啊 其实说实话 我现在对书当中什么天文学啊 天体物理学啊 什么生物学啊 进化论啊 这一系列很专业的知识 我看完之后已经忘了 但是留在我心中的 是卡尔萨根 他文字之间的那种美感 还有他所给我们带来的那种非常强烈的 人类的那种科学精神是非常震撼 非常令人感动的 他有多美呢 他后来选入了人教版的语文教材 我记得当时那个文章应该是叫 《宇宙的边疆》 这里面的插图应该是有四百多章 很美里面 科塔萨尔的这一本《宇宙》啊 包括还有很多那种投身于太空探索事业的科学家呀 或者说是科普作家呀 甚至是科幻小说家啊 他们其实都是在用自己不同的方式 就是让我们去抬头看一看星空 想象自己在太空当中的位置 然后回过头来再看到自己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粒尘埃 探索宇宙这个事情嘛 就是我觉得属于人类必须要做的事 这是全人类共同的一种宿命 因为从人类开始学会仰望星空 开始慢慢地去观察 去总结 星星的规律 开始就注定了我们要在深空当中去寻找自己的位置 我们是谁 我们在哪里 我们在什么位置 我觉得无论是从地理意义上来讲 还是从哲学意义上来讲 可能最终都要在宇宙当中去寻找答案 这就是我看完这本书之后 卡尔萨根他带给我的那一种感受 嗯 其实我挺想邀请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突然有人告诉你说 嗯 你的人生当中就只能留下十本书 你会选择哪十本 我觉得对于目前的我来说吧 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 它应该会是在这十本书当中的 那就是这本黑赛的西达多 这个故事其实还挺简单的 就是他这个主人公西达多啊 他是一个婆罗门 可能很多伙伴听说过 印度他有一个种姓制度嘛 有四个不同的种姓 就是婆罗门 沙地利 废舍 守陀罗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不同的阶层通婚 生下来的小孩就会被叫做贱民 西达多呢 他呢就是一个婆罗门 婆罗门呢 可以说是他们社会阶层当中 就是地位最高的那一拨人 所以他从出生起 就拥有着无尽的爱 以及无尽的财富 包括在他未来呢 他可能是会掌管宗教 会成为计奉神明的那一拨人 可是啊 西达多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他就一直觉得说 这一切的东西是没有办法给他 带来长久的幸福和安宁的 所以他就选择用自己的一生 开启了一场去追寻阿特曼 这样的一个道路 然后阿特曼是什么呢 他其实在泛语当中指的就是类似灵魂 类似自我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他在寻找阿特曼的这一路上 其实发生了很多 算是比较颠沛流离吧 然后比较离奇的一些体验和故事 这些故事就留给各位自己去看 自己去探索 那为什么我觉得这本书 我特别想要推荐给大家呢 我觉得这个希达多啊 他可能跟我们很多人一样 他就是一个愚人 他的人生当中有很多 被自己的七情六欲所控制的时刻 就哪怕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了 他依然会因为就是爱自己的孩子 而想要用爱 用善意去绑架自己的孩子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 特别有人情味的智者 他让我会感觉说 正是他这一切一切的体验吧 才给他带来了这么完整的一个人生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体验这件事情 和思考这件事情是同样重要的 就是我们不能只是沉浸在家里 就是不停地去阅读去思考 可能还是要多多走出去 走到人生的这个境遇当中 去感受那些哪怕是苦难也好 它可能会让你的人生是更丰沛 更完整的 我觉得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吧 你去看这本书 一定是一个常看常新的状态 这本书其实是比较学术的 所以看的时候可能会感到比较尖色 但是一旦能够看下去 收获绝对会非常非常非常多 我对这本书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点 就是化学里面好像是有一个 叫系统论的一个东西 它把这个东西带到历史上来看 就是我们之前在学历史的时候 很容易有一个点 比如说政治上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 然后这个事对我们的经济上 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对我们的文化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这本书作者的主张 他说这事其实不是这么看的 我们应该把政治经济还有文化 这三个方面看上一个整体去看 而不是由一件事去影响了另一件事 而它们之间绝对是相互影响的 它不是单向的 而是应该是一个循环 虽然书是好书 但是它的内容可能比较艰涩 然后可能有一些小伙伴对历史也不太感兴趣 所以我给大多数的小伙伴 又准备了另外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就特别好 叫《了不起的我》 这本书它是一本心理学书 市面上的很多心理学书 很大一部分它都是打着心理学的幌子 就是它会跟你说 你生活中可能会遇到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要不就是只摆问题不给方案 要不就是给你摆出问题之后 它就跟你说想开点 这也不用你告诉我 我自己也知道了 《了不起的我》这本书就不一样 它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写的 它本身的心理咨询经验也相当丰富 它在写这本书就是 它不仅会摆出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场景 它会给出我们就是一看就能上手的一些实践的解决方法 然后它也会给出它所经历过的一些咨询的案例 帮助我们去看这个事 然后它也会摆出那个心理学的上面的相关的观点 就是它既专业 但是又通俗易懂且容易实操的一本书 也是我想买给身边所有小伙伴的一本书 等我有钱之后 直播完毕 下次见书的直播 你们还想看见哪位UP呢 光美我去勾搭勾搭 这次不要忘记三连哦 感恩